屈屈剑奴 还想住杂义宝 做梦去吧 还敢暗令苏世纪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滚 玄黄世界 实力为尊 凌云三年前未加入清云宗 甘心为奴 怎奈资质平庸 依靠丹药强行突破五道三重 却受尽冷落 始终未被承认 身为外门弟子 这个山洞好生诡异 可是我已无处可去 也只好先在这儿落脚了 举动庆灵神内敛 莫叫段序一气炎 背脊开尽两锤针 突破这么久 空有境界 却无法令五五计 难道我凌云 只能一生为奴吗 好不容易休个假 这雨怎么说下就下 果然不能信天气预报啊 山洞 运气不错 这里应该能避避雨 还好找到个山洞 不然这深山老林的 太容易被离劈了 林大律师 玩够了吗 你可是咱们律所的金牌 后天都要开庭了 你可逼过我玩消失啊 少贫嘴 我明儿就飞回去 别自满资料前发我看看 没信号 作啊 宅家不想莫非要登山 还赶上雷暴雨 好奇怪的石头 我志愿成为职业律师 我将履行律师义务 勤勉敬业 我甘愿踏足五道之路 纵使荆棘密布 我此一生不悔 我 是 是 黎女 我这是 我在哪儿 我手机呢 我这是 被雷给劈了 我想想 这弗赖利的 还真把我给劈了 等等 这段记忆是 拳皇大陆 青云宗 我是剑奴林云 还暗恋苏紫瑶多年 这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 记忆还很混乱 不过 剑奴林云嘛 算我欠你一条命 只是这个苏紫瑶 糟了 今天得还剑给他 喜剑哥 是这儿了 这韩戏 好冰啊 有意思 到了 苏紫瑶师姐 他来了 不好意思 各位久等了 你这死剑奴 怎么现在才来 害我在苏师姐 和王师兄面前 抬不起头 耽误了苏紫瑶师姐 用剑 你担待得起吗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剑 好美 看什么看 一点眼力劲没有 还不快请苏紫瑶 师姐验剑 身体怎么不收控制 这该死的条件反射 这就是剑能林云吗 不错 臭小子 不知道从哪儿学的养剑术 居然能得到苏师姐的青睐 还不快捡起来 谢谢师姐 苏师姐等等我 记忆里 从来没有人在地上过 我说过你可以解吗 陈辰耽误了半个多时辰 你是猪吗 混蛋 敢欺负到爷爷头上 这身体还挺结实 骑躁 骑躁 小剑奴 身法有进步啊 骑躁的敢跟我扎刺 还以为多力 原来只是个小比赛啊 狂 只要能量 这就是武道之力 白翔 陪我 怎么可能 周平 你也就这点实力了吗 原来 你误出气血运转法门了 怪不得敢这么嚣张 找死 平良怎么修饰了 这一招断不过去了 周平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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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子居然敢把你打成这样 我们替你废了他 算了 去去剑奴 还伤不了我 要不是还有赃门任务 今天肯定饶不了他 没有十天半个月 他也不想下地 武道之路 果然很有趣 林云 我算是明白你的不甘了 周平 苏子有 武道三重 看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就算我到三重也备受冷落 不甘为怒 放心吧 我的 不 我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不过 洪老对你照顾多年 既然要离开这里 也该跟他好好道个别 看样子 你想通了 是的 洪老 文贝做好决定了 你要申请外门 文贝这几日 就要离开喜剑阁了 多谢洪老多年的照顾 也好 不枉苏紫瑶给你那么多的安药 但武道一途 步入先天 才算是真正的开始 你根骨愚钝 注定难行 不过 你在养剑上 颇有天分 老头子 倒是能帮你 谋个悬尸的路子 洪老 您不用费心了 您对凌云的好 凌云一直记着 可是我真的不甘心 就这样一生为奴 不甘心 剑奴身份低位 资源有限 只靠天赋 很难修炼的武道三重 但我做到了 我凌云的人生 终将他足武道巅峰 好 有魄力 老夫没看走眼 从剑奴到外门弟子 也算是一鼓登天 可喜可贺 你随我养剑三年 情分踏实 没什么好送你的 这幅画伴我多年 你且留着 前辈传授我养剑之术 我无以为报 这画如此珍贵 我 我不能让 想当年为了这幅画 我变成一介废人 也没弄懂其中玄妙 如今我半截身子 已在黄土 那天作谷去见了故人 画中玄妙 也只有你能帮我解开了 拿上它走吧 这地方 以后也都别来了 出了这里 你凌云 就不再是青云剑奴 心有蒙虎 细袖强威 是老虎 不好 这门虎之意 对我修行门虎权 肯定大有帮助 但是这危压太大了 什么人 老虎 是我 你是 董元 好小子 你还真突破五道三重了 现在连兄弟我都瞒着吗 也太不够意思了吧 你天天不是修炼 就是出宗门任务 我哪找得到你 你五道三重也该进外门了 外门弟子那点俸禄 根本不够日常修炼用的 不去接宗门任务 哪有钱修炼啊 万恶的金钱啊 看来哪个世界都不一样 你怎么住这里了 也没什么 杂役房那太紧 也不方便练功 我就搬出来了 一定是周平那家伙 又是阴招了对不对 仗着他爹是长老 他哥是外门十大高手 就为所欲为 也太无法无天了 算了 小小一个周平 我还没把他放在眼里 这才像话 走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老林 你得先住这儿吧 这墓屋是我盖的 虽然宗门规定 外门弟子 可以申请自己的院落 可咱们这种杂役出身 在宗门饱受歧视 我花了一年多才申请到 这里也就一直空着没人住了 现在就送你了啊 是我怎么能收 这 一个木屋罢了 咱俩谁跟谁啊 再说 我现在已经住进宗门了 这木屋我留着也没有用啊 你就先安心住下吧 不和你说了 我还有任务在身 我先走了 你好好养伤 晚上我再给你送些吃的过来 这是 庚子年六月十八 十几次养身当五年 庚子年八月二十六 十几次养身当三美 庚子年十月初六 冬日天暗 十几次黄金白凉 天之一无 哎 难怪当时控制不住身体 兄弟 你这情债难卑啊 可这苏紫瑶 态度准备也太大了 这话放弃 难得这份机缘 继续在握 可不可以不然实在是 林云啊林云 你当年做辩护的时候压力就小了 熬夜看书考证的时候压力就小了 就这样还想帮别人还债 做梦 坚持 再坚持一下 再来 坚持住 林云就这么去佛海 谈什么巅峰 我可以的 武权大成了 总算是没有辜负红老 一日为农 终身有阴 有阴又如何 林云从此以后 我们的人生 我自己说了算 见过杨志士 将奴林云 是 我听说过你 你的养剑术在宗门也算得上赫赫有名呢 前辈过讲 今日晚辈来是因为已经突破五到三重 按宗规 我可以申请成为外门弟子 确实 宗门祖训 凡修为达到五到三重者 无论是何出身 皆可成为外门弟子 但是 你不行 这清云宗宗规定十八条 明文规定 所有弟子只要达到五到三重 都可以进入外门 清云宗第三代掌门老左 甚至专门批主 杂役 剑奴 皆不例外 难道前辈 早已在这清云宗一手遮天 欺上瞒下 自己做了一份新门鬼 胖子 构陷宗门执事 小心我将你仗则四十 再关到丝过崖反省 前辈不会是在威胁我吧 宗规二十二条 凡利用职务之变 这见不今日 就一步长大 因此如此实力 完全是另一番左派 我只是对宗门负责 你自己说说 你这一身修为 有多少是你自己修炼来的 宗门要一个靠单要 才能突破五到三重的人 有什么用呢 哼 我也不为难你 在场的弟子 你随便挑起 只要你能坚持十招不倒 我便让你进入外门 此话当真 我还能骗你不成 但你要是没能撑过 就给我滚回喜剑阁 好好做你的剑奴 杨之士 你也太不讲情面了吧 单要提身上来的 也是五到三重啊 不能因为他是废物 就否认人家的修为啊 谁啊 师兄帮你 你能在我手下走过五招 我替你求求情 前辈 这可是你说的 我在周师兄手下撑过五招 就可以进入外门 对不对 千真万确 周师兄 请 好 就让我教教你 做人 一招 两招 三招 马上第五招了 师兄 迎击成功 四剑奴 五招已过 幸不如命 这 还没完 周师兄认真了 你惨喽 尝尝 藏鹰伏兔 不想伤兵 我终手 疯了 疯了 居然由若能武进魔古拳 应凭接近大城的鹰掌弓 这是 你 拜 你这剑奴 出手如此狠毒 众伤同门 不仁不义 我要将你逐出青云宗 纵规第三条注释规定 刀剑无眼 纵门弟子比武 如不是蓄意报复 或用修为碾压 都需要全力以赴 有受伤者则为自身实力不济 但不可伤人性命 为者逐出师门 请问杨之士 我犯的是哪条门鬼 还狡辩 吃我一张 参见少宗主 参见少宗主 杨之士 事情我都知道了 你做的也没错 不过他既然通过了你的考验 又何必再三为难 既是同门 你便负责为他发放外门宗服 入门攻反与兵刃吧 是 少宗主 至于你 林云 你与同门比武下手过重 该法 但念你身为剑奴修行不义 也确实是周平挑衅在先 惩罚便就此作罢 好好修炼 将来为宗门效力 是 走吧 我带你去挑选功法 这里便是藏宝阁 武道三重可以修炼的功法 都在这儿了 你自己选吧 功法体系居然这么多 我刚接触武道 之前靠暴发气血才度过武道三重 一定要选最适合我的功法 这是 纯阳功 纯阳功直刚直阳 还可以增加气血之力 就这本吧 秦阳功 你笑什么 没什么 选得好 这本心法适合你 来 我带你去挑选武器 杨指尸 武器我选好了 你 你小子 在耍我 你选这两本最难修炼的功法 是为了去少宗主那告状吗 怎么会呢 这都是晚辈自己选的 也犯不上去少宗主那告状 前辈多虑了 哼 料你也不敢 这流风剑法 虽说以威力见长 但修炼起来 极其考验悟性 就你这样的 估计一生都没办法摸到门径 你可想好 我想好了 好 利弊我也同你说了 你练不成 可不能向少宗主告状 说是我刁难你 前辈很怕少宗主 怕 我这是尊重 既然你心意已决 那我给你削一瓶好剑 免得你觉得我有意针对 来 接着 虽然青钢剑在宗门 也只是标准配置 但我给你这柄剑 在青钢剑里面 也算是中上的水平 剑锋 剑锋怎么了 才高金钢剑的家伙又已经最功好 这柄吧 这柄也不错 这不是碰瓷吧 这柄 你小子是不是在耍我 我哪有那么大本事 青钢剑就算不是玄器 也不至于被我一个五到三宠的人震碎了 哼 量你也没那个本事 那我的剑 你等着 没什么 我堂堂宗不堂直视 今天居然要给你这剑龙挑几杯 就这把吗 这 这也算剑 也太 要不 就他了 就他了 你搞坏三把青钢剑 还想用什么剑 再给一次机会啊 这真是剑 没段 重量也适中 这声音不像是铁剑 应该是什么剑营木在做 新手凌云配新手出装 我俩到底般配 剑兄 以后请多关照了 刘峰剑法提到 物华天堡动和风 意再感悟自然之造化 以修炼剧剑成风 自然造化 风卷动灵气 还是灵气带起了风 难道 果然如此 剧剑成风 要在风气时 将继续的力量宣泄 以剑成风 威力是有了 可这剑招 总觉得跟不上变幻莫测的风势 陈阳公共无虫 每一虫都可以滋养内井 修炼是一小心控制灵气 冲击阻色不通的经脉 冲击阴天井 体内的经脉 技术大通了 这里为什么灵气这么浓郁 不会是有什么天才地宝吧 身有灵魂 看样子快要成熟了 那是锯齿虎 可 记忆里锯齿虎 可是堪平五刀四重的凶兽 看他这样子 非命已经开始化妖了 再加上 他刚吞出灵魂 正直巅峰状态 这下就玩完了 难道 这事也要到此为止了吗 葡萄巅峰我还没有达到 怎么能任由天意宰割 我凌云的命可没这么廉价 心有猛火 继绣强威 来手来抄 巅峰 巅峰猛虎拳 我居然把猛虎拳练到巅峰了 树门拳法绣练的这境界 我怕不是青云宗第一人了吧 这是什么 妖丹 这虎居然有妖丹 发财了 陈师兄 就是这个方向 刚刚那声虎声就是这里传来的 听声音 这妖兽修为不敌 要是有妖丹 咱们就发财了 师兄 这边 已经被人打死了 糟了 什么人 站住 我当是谁 一个臭剑奴在这晃你 监命长 还不快捆 是师兄 等等 师兄 还有什么事吗 正好你在这儿 我新买的这柄云文剑 也帮我保养一下 省得我跑一趟洗剑阁了 树南从命 我已经不是剑奴了 废有 那么多 这要是苏师姐的剑 这小子该马上归舔了 林云 乖 乖 师兄也没有随便欺负人的习惯 揍你一顿 传出去名声也不好 替师兄养护一番配剑 日后见到苏师姐 我也跟你美颜几句 大家说 是不是 臣笑 这可是自己找上的 可别怪我 好剑 可惜了 你好好保养 这剑 可是我花了大半年积蓄 师兄 你这大半年积蓄 花得挺冤枉 我都用温剑 我杀了你 幼兽 肯定是巨尸虎尸体吸引来的 这师兄 子弟不能主流啊 师兄 剑 你 这次算你运气好 等回门派再收拾你 我这拉仇恨的体质 怕是没得接了 还是赶紧去买些丹药 抓紧时间修炼吧 在事务所的时候 就这样 你出名了 别人明里暗里想搞臭你 取代你 想不到这里也是一样 人类的本质 还真是不会变 不论在哪个世界 都要搞什么时候 什么人 铁肘 不论在哪个世界 就这样 你 不会变 我 你 你 你 我 哎呦哥 你是我的亲哥呀 你一定被打成这样了 你忍心吗 那是你自己既不如人 连一个贱奴都打不过 咱爹是外门长老 这可是打他老人家的脸呀 你还好意思提他老人家 你还真是个大小子 伤得这么重 我的伤不要紧 休息几日就好了 关键是他凌云剑奴 口中狂言 他说咱们周家都是废物 我当时就起了 虽然已经是输了 我还是上去和他拼命 结果就 就被他打成了这样 我姑且再帮你一次 好好养伤吧 我还有点事情要处理 谢大哥 我还活着 这是哪儿 和风归气聚水成熙 迎风破室 逆流飞衣 疯狂浪涌 六级破空 气悬水奔 流风渐成 这一定是百年前那位 悟出流风剑法的前辈刻下的 原来如此 这样看来 之前想不通的几个环节 全都能解释你了 我该怎么上去啊 我该怎么上去啊 在外面嗎 老董嗎 來得正好 快拉我上去 累死我了 我和你說我可太慘了 老董 突然這麼嚴肅一點都不像你啊 你怎麼了 老董 難道他發現了 老董 瘋了嗎 這幾日 從我們上下都在議論你當眾打敗周平的場面 都說你修為猛進 性情大變 老董 有些事我現在沒法跟你解釋 那就讓我來見識見識 當年那個夜裡偷偷練拳的矛頭小子 國經換骨到了什麼地步 合著你小子想重溫一把青春啊 確實很久沒跟你對過招了 好 那就開始吧 好 再來 小心 刷緊啊老董 老董 老董 閉嘴 跟上來 抱歉 老董 我 老董 我們之間還用說這個 我們十幾歲一起住的青雲宗 你逼我先進外門 我替你高興 沒必要因為我當劍奴這幾年道歉 好了 說多了就是矯情 兄弟 兄弟 現在我也是外門弟子了 以後得請董師兄多多提鞋 你現在都打得過周平了 我給你提鞋還差不多 好了好了 今天打了這麼久 你晚上要不要考吃雞秀一首 不了你了 今晚吃雞 大吉大利 吃雞有這種說法 嗨 這裡面學問可深了 你不懂 啊 這脆體液功效可不行啊 離脆體丹個差遠了 唉 有就不錯咯 丹藥太貴了 我在橫雲山脈 打了幾天的猛獸 就換到這麼一點脆體液 和幾顆養心丹 你以為呢 要不然座門上下都對你和眉冷眼的 蘇師姐可是只送你單藥啊 哼 那是送嗎 分明是施殺 強者對弱者的憐憫 唉 你別生氣啊 我開玩笑呢 你去哪兒 機關堂 怎麼樣 和傀儡對練的確很有意思 下次要找終極傀儡了 哼哼 林師弟果然是劍道奇才啊 才練劍幾日 就能打贏初級傀儡 師兄佩服啊 師兄過獎了 唉呀別這麼生分嘛 你既然叫我一聲師兄 我也該進一進師兄的職責 我來和你練練 師兄 你就省得去申請終極傀儡了 對不對啊 兄弟們 就是 師兄真是好心 親自指導這劍奴練劍 唉呀 師兄也不欺負你 我用和你一樣的修為 你要是能在我手底下走過百招 這三個脆體丹 就是你的了 陳師兄 你這是幹嘛 沒你的事 怎麼 林允小子 蘇師姐賞賜你的丹藥 你就屁碟屁碟的撿起來了 我給你的上次 你就這麼看不上眼 瞧不起我沉默人嗎 唉 你怎麼惹到陳霄了 他是宗門裡有名的笑面虎 笑得越厲害出手越狠 除了外門前十的弟子 沒幾個敢惹他 咱們還是走吧 唉呀 讓開讓開 唉呀 蘇師姐 是蘇師姐來了 蘇師姐不禁美 還是內門第一 不僅是咱們宗第一 放眼整個天水國青年一代 也是數一數二的存在 也不知道那人是怎麼勾搭上蘇師姐的 你們 我讓你走了嗎 小賤奴 陳霄 你不要欺人太甚 其實也不是不能讓你走啊 這樣 你現在跪下給我磕個頭 再大喊 我林雲只要蘇師姐的賞賜 我就饒了你 劍奴林雲 向陳師兄請教 你再逃死可不要怪我 接招 聚水成熙 聚熙成風 聚風成劍 你輸了 我沒輸 我沒輸 林雲無恥 竟敢打傷同門 陳霄輸了不認賬 還想用五刀五重的修為來壓制林雲 我們這算正當防衛 走吧 你什麼時候練成流風劍法的 租門已經近百年沒人練成了 機緣巧合而已 站住 誰讓你走 周師兄 替我宰了這個賤奴 這小子拿了您給我的脆體丹 閉嘴吧廢物 我就知道是你指使的 周雲 你這賤奴膽大包天 比武切磋而已 竟連同門師兄都敢重傷 現在自廢修為我饒你不死 我以下 我歸天歸地歸父母 你算什麼東西 周雲 周雲 你不要欺人太善 不愧我就打斷你的腿 看你跪不跪 蘇士姐 這是我 我與這個小子的私人緣 滾 可是 還不會滾 就算是打條狗也要看看主人是誰 周雲 你是活得不太煩了吧 等等 你這小賤奴還想怎樣 周雲 兩個月後縱門大筆 今日之數 我定如數奉還 哼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啊 你想死 我隨時恭候 我倒要看看兩個月你能翻出什麼花來 多謝師姐 好自為之 小賤奴 你認清自己的身份 別以為這樣蘇紫瑶就會正眼看你 呸 賴哈馬想吃天鵝肉 欸師姐 等我 啊 好了林芸 趕緊走吧 這兩個月 你不能在宗門待著了 就算周雲信守承諾 誰知道陈湘和周平會不會出什麼殷招 唉 老林 你現在 就接一些宗門任務 再去把這兩個月外門遞走的俸禄領了 在外面修行兩個月再回來 兩個月後 就是宗門的年終大筆了 那時候周雲再厲害也不敢造次 那你呢 你不用擔心我 我和他們也沒什麼仇 而且 我在外門大院住 亮他們也不敢對我下手 林芸 你威風了呀 前輩說笑了 要借什麼任務 有些獵殺妖獸的 還有幫宗門採買的 還有 那是什麼 怎麼 想要做零食任務 老林 零食任務已經發佈 從來都是被搶的 這幾個 肯定是因為難度太大 沒人想做才留下來的 你看 這個墨炎虎有五到六成的實力 凶狠異常 一般的五到七成都要小心對付 咱們還是看看普通任務吧 啊 有什麼零食任務 哼 還有 雞殺大盜狂雁 收集血雁花這兩個 我勸你不要妄想了 零食任務 我接了 哼 沒命了 可別怪我沒提醒你 說吧 你要做哪一個 哼 我全都要 哼 哈哈哈哈 那幾個零食任務 我們那門弟子都不敢接 他哪來的勇氣啊 可不是嘛 不作料理 簡直就是找死 啊 就這麼些吧 沒什麼事 我也該出發做任務了 走了 這小子 難道真的瘋了 接了任務完成不了 可是有懲罰的 哼 咱們等著看好戲吧 陳師兄 沒有找到脆體單 嗯 這小子早有預料 重要的東西 都提前收走了 東西找不到 就收了這房子 是 嗯 嗯 林雲 但你回宗門之時 就是你的死氣 嗯 血眼花應該就在這附近 我得抓緊時間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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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兒意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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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香啊 看来这里就是白花谷了 可是这么多花 得找多久才能找到血缘花 上个buff加加速 好浓的血熊了 这个味道应该就是血缘花的花香了 难道 果然是血缘花 血缘蛇 流风剑发 好硬的蛇零 剑里的再高 剑不够锋利 都是无用功 不如其剑 难道这里就是他的弱点 就算有重阳宫护体 这样下去以后也会耗死 先不先去吧 终于摆脱了 这蛇的鳞片可真硬 幸亏跑得快 不然小命可就交代在这儿了 增花剑不够锋利 魔虎拳又破不了防 只能放弃了吗 凭你 也想向我挑战 小剑奴 注意你的身体 别痴心妄想 好自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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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你了 你让我好自为之 除了那些试舍 你还在乎他什么 他任人欺辱的时候 你在哪儿 你却只有一句好自为之 这剑怎么变重了 葬花 这就是你的名字吗 终于毛端发 到底发生了什么 葬花剑居然变得这么锋利 怎么没有花香 难道说 葬花剑能够吸收花香 半世浮萍随是水 一宵冷雨 葬萍花 魂是柳年 吹玉碎 你去我留 两秋 果然是这样 葬花进阶 这回 轮到我来狩猎你了 这就生气了 来得正好 全水成细 血浅成风 搞定 这是 不管了 先去诊花 慢着 白水城云家的人 血焰花留下 你可以滚了 可笑 这血焰花是我先发现的 我不想和一个五道四重的垃圾动手 不想死的话 就把花交给我 谁死还不一定呢 剧剑成风 坏了 刚才对付血焰社消耗不小 那件不够用了 自不量力 这小子总算开窍了 还是个青云宗外门弟子 也太怂了吧 那小子 那小子开窍 你们俩能不能也早点开窍啊 花留下了 人给我死在这儿 人给我死在这儿 你是 黄 黄燕 你怎么会在这儿 黄燕 这血焰花 我们云家志在必得 你难道 要与我们整个云家为敌 云家我不敢得罪 等除掉你们 再嫁祸给刚才那小子 不就好了 一群蠢货 好快的刀法 这狂燕果神不好对付 能被宗门登记成临时任务 的确有些门道 想先害小优 看来得好好准备准备 送他一份大礼 那小子的腰牌 和这两个云家人的死讯 马上就会飞到云家 到时候 说不定还能从云家 捞到点好处 找到了 黄燕虎生性好斗 从幼崽就开始了 再撒下妖菊花粉 黄燕虎再好地嗅觉 你闻不到他孩子就在朝铃 只要我把这带血的毛 塞给狂燕 要赶紧了 万事俱备 只欠狂燕了 终于来了 得赶紧准备了 为了找这薛燕花 害得老子跑到这么个贵地方 真是受够了 进城后 可得好好享受享受 你大爷行就好了 给点饭钱吧 滚滚滚 你怎么要到老子的身上来了 滚一杯去 是是是 我这就滚 搞定 滚开 三十六剑 走位上来 还好准备了妖菊花烟雾 你这畜生 罢什么不 你这畜生 我给你来点狠大 你真当我大盗狂燕是好惹的吗 去你的 给我死 有问题 这墨烟火 怎么会突然 剪影我不放 大盗狂燕 给点饭钱吧 难道 人人 别 原来是那个臭乞丐 我大盗狂燕 英明一世 竟被一个乞丐 耍了 少主 就是他 和飞哥传书上形容的一样 好小子 就是你杀了我们的人 没证据我告你诽谤啊 少主 杀了他 替咱们的人报仇 我不想伤人 你们最好别乱来 一个五道四重 竟敢口出狂言 看我如何将你斩杀 没想到他这么厉害 先撤 不是 这地方还真是险峻 要是在这里被埋伏 那可真是 真是巧 这嘴开锅了 狂 狂 狂言大哥 您来了 你小子敢陷害我 狂言 你身后 我的个宽宽女 我们这蛮牛 救命啊 我这弗莱的差点也太重了 谁去牛从哪儿抛手 躲不掉了 我们跑 下山了 神牛好大力气 我们不够还得逃啊 老四 真有你 居然能想到你黄金丸牛牛群来对付这小子 还是少主教导又方 走 我们靠近点看 这样才刺激 那小子被踩成肉泥 好能借我心头之恨 所有是死 不如放手一波 很好 我就喜欢看他像老鼠一样上蹿下跳 踩 给我把他踩成粉末 十生十四 在此一圈 快兽 来 白草 得 都赢了 我的魔法圈送予巅峰圆满 我的腰 凌云 我的 麻烦人 又来 救命啊 什么时候 凌云这臭小子 居然能净退牛群 害得我们反备追杀 少主 好像是您说 要诊记点看的 还敢盯嘴 我知道这些畜生 封起来连树都能撞断 这下完蛋了 我就说这些牛 怎么会突然上赶着来怼我 原来是他们搞得怪 我该 非得搁我这儿做死 关键时刻 你们总算有点用了 什么用 借力一用 杀手 这样也甩不掉吗 臭小子 这都是你害的 我跟你没完 黄燕啊 你应该庆幸 这个世界没有律法 血眼花 木眼虎蹄都在 竟然还有高等身法 大燕绝 这波不愧 大哥 这五到六重的剑法 真是威猛至极啊 我敢保证 鲤鱼那小子 连一招都挡不住 大哥 鲤鱼那臭小子回来了 跟我走 三大灵石任务全部完成 境界也突破到五到五重 猛虎拳还是颠覆圆满 看来这次某些人又要被打脸了 哎哟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剑奴凌云呢 这么着急赶来 想必是没有完成任务 前来认罚的吧 一个废物竟敢接临时任务 害得我大哥都没接到 这次不杀了你 难解我们心头之恨 哎 都是同门师兄弟 没必要做喊打喊啥的 林云娜 我也不为难你 只要你从我胯下钻过去 咱俩的恩怨就一笔勾销 如何 别太过分 我现在就从这里走进去 我倒要看看谁敢拦我 不要逼我出手 哈哈哈哈 哎一个剑奴口气倒是不小啊 你这是找死 不小神灵 大哥你没事吧 以后少惹我 下次我可不会再留守了 我虽然连他一招也挡不住 我 剑奴之神 林真的越过去了 林云 是林云 是林云 他竟然敢回来 他竟然敢回来 真不敢相信 他难道完成了三大灵石任务 开玩笑 一个剑奴而已 怎么可能完成那三个任务 杨指示 这是我收集的血焰花 您过目 嗯 不错 完好无损的血焰花 那 这是你的奖励 四百枚下品零食 同时还获得额外奖励 也没划血单的购买资格 他到底是怎么完成任务的 林云真是走了狗屎运了 这是莫言胡 品质很高 还很新鲜 奖励是六百枚下品零食 好厉害啊 居然完成了两个零食任务 第三个任务可是最难的 我不相信他能完成 我也觉得 大道狂言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这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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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灵口吞海 一掌 洞山河 一掌洞山河 这个声音 难道是他 好 好家的味 早六腑都要被压碎了 黎云 你很不错 外门弟子完美完成临时任务 纵观宗兰历史上下绝不仅有 这种程度的威压就受不住了吗 这人 好像 这条迷洋 还不够看 到底是什么人 好 你果然没让我失望 参见少宗主 不必多礼 我此次特意为凌云而来 肯定是凌云没能击杀大道狂言 少宗主才出现 要惩罚他以正宗规 对 依我看啊 他嚣张不了多久了 凌云 又见面了 能承受我的威压 你真的很不错 少宗主过奖 敢问少宗主为什么找我 外门弟子凌云 养我青云宗威名 与横云山脉斩杀大道狂言 此事惊动宗主 特命我亲自前来颁发奖励 为宗门处理 亦不容辞 这是先天武计 龙虎权的参谈 你修炼的基础拳法 蒙虎权 便是从此残本演化而来的 拿去吧 两天之后 宗门大笔 期待你的表现 我会尽力的 多谢少宗主 我什么时候才能得到 天天秘密集 这发生了什么 我的房子 怎么会这样 到底是谁干的 林师兄 是陈霄那帮人 把你的房子烧了的 原来是那些混蛋 师兄 其实你可以跟尊门申请一座院落的 花不了多少钱 谢谢你们 不用了 我自己再建一个新房子就行了 师兄再见 师兄再见 再见 这剑奴身份 算是彻底摆脱了 倒也没白费功夫 工程还挺大 师兄 大家听说房子的事 就都来帮忙了 这帮公子哥 整天欺负我们 师兄 你可要替我们做主啊 师兄 之前我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完成了 终于完成了 搞定 辛苦大家了 师兄 那我们先走了 一会再见 一会再见 谢了 再过两天 就要做门大笔了 把这妖兽那单练花 应该能提升不少事 这妖兽那单果然霸道 要完全联花塔 看来得花些功夫了 听说梁文博的对手是凌云 他最近好像很出风头啊 是啊 可这凌云不知在搞什么鬼 这么大的事全还迟到 限定时间内没到 可是要被判作弃权的 看来这一战 要算我赢了 将已燃尽 凌云尚未到场 我宣布 抱歉 我来晚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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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狂啊 那我就成全你 开始 你只会耍耍嘴皮子嘛 落叶飞花 替我败 什么 可恶啊 贱气 三招一过 我 我叫香菱 啊 啊 啊 我宣布 凌云胜出 这 梁师兄 承让 凌云居然能把猛虎拳修炼至大场 下一场 凌云 对战马魁 来来来 哼 哎 马魁可不简单 到现在还未败过 我看凌云这小子输定了 哼 小小剑奴 还想跟我马魁比试拳法 拔出你的尖来 马师兄别误会 不是我不拔尖 只是这一阵 没有这个必要 狂妄 铁臂弓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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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强的肉身 有点意思 马魁 马魁的铁臂弓已颇具火候 玉凡 你怎么看 马魁虽强 却难胜凌云 哦 何以见得呢 凌云他自从进入外门后 修为突飞猛进 上个月不仅完成了灵石任务 甚至能斩杀大道狂焰 嗯 当真 嗯 千真万确 孩儿还试探了一番 这凌云 嗯 还是有些实力的 嗯 速着速决 哼 可恶 这家伙是穿反甲了吗 手都这么 哼 哼 这才刚开始 紫云群 马魁兄的紫然存大虫无肉 好干我呢 哼 哼 这小子完全招待不住 哼 这就是紫云群 哼 他的威力居然能叠加 哼 快来 好 猛虎 下身 哼 哼 下去吧你 好险 小跟他 雨凡 你现在还笃定 凌云会赢吗 大城的紫云拳 可不好对付呀 凌云实力远不及次 孩儿还是觉得 凌云更强 嗯 你强攻着这门 这样打下去 骨头直走散架 得扑到戏门 还敢走 验军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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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破不开我的肉身防御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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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办法了 呃 呃 呃 这就不行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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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云城 这 这是 颠峰猛虎拳 果然 颠峰猛虎拳 剑拳合一 此次今后并不简单哪 于凡 若是凌云能进内门 这次四宗大笔就将他带上 就算实力不济 不能上场 能近距离官魔高手对决 对他也有好处 是 长老 该宣布我赢了吧 哦 对对 我宣布 凌云 马魁 你做什么 难道想扰乱会场不成 不敢 但我不服 他使诈 使诈 你什么意思 请问 这是猛虎拳能造成的伤口吗 这 这 这肯定是剑伤 这是剑伤 我不争胜负 只要他承认 在笔斗中靠使用暗器才破了我的铁壁弓 身为剑奴不可耻 可耻的是用这种下作的手段 这凌云太卑鄙了吧 无耻剑奴滚下去 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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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慌了 让刘长老处理就好 是 没有做过的事 我不会承认的 滚下去 你若不信 滚下去 可以来搜我身 都安静 凌云的猛虎拳 已经修炼至剑拳合一 只有这么一道剑伤 无法坐视暗器一说 哼 再说 这凌云不是同意让人搜身了吗 结果如何 一搜便知 哼 搜身就搜身 可若是在你身上找到了暗器 你这剑奴 必须给我马魁跪下 磕头道歉 好 真的没有 厨袋 应该是在厨袋里面 要看也行 要是没有 你马魁要给我跪下 磕头道歉 我 我还怕你不吵 一腿破烂 有吗 暗器藏在 这个 一定是这个 出手 给我放下 这是 住手 马魁 休得武力取闹 凌云 你也放下剑 威胁同门师兄弟 成何体统 就因为我是剑奴出身 他就能随意污蔑我吗 长老 请您告诉他 这画是不是暗器 这就是普通的画卷 做工陈旧了些 更不蕴含灵气 马魁 你自己摸摸看 是 是我误会师弟了 好了 马魁 给你灵师弟道歉 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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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弟 我 我刚才 是我多有得罪 是我说话不中听 出言冒犯 不对 不对 是 灵云师兄 灵师兄 马魁他已经道歉了 你就放过他吧 都是师兄弟 我要他跪下 跪下 灵云 得饶人处且饶人 是他马魁挑衅我在线 我只是要讨回一个公道 是啊 灵云确实没做错 确实 我跪下 丢人现眼 还不快滚 是 是 那么 这次的小祖赛就结束了 没有晋级的弟子 不要气馁 好好修炼 赢年继续 紧急的弟子 也不要放松警惕 准备十五天后 进行淘汰赛 进职则愈者 退职则愈者 我明白了 蒙护全境第三事 白胜 来场 成了 好 好功夫 你怎么来了 送信 你搬出杂役房 信使找不到你的位置 谁啊 还会写信给我 不会是情书吧 手贫嘴 原来是他 谁啊 好事 好事啊 对 好事 走 给我去摆水城 我带你去逛逛拍卖会 行啊 我正好要帮门派 采买青钢剑 听说上一个采买青钢剑的家伙 吃了回扣买了一批刺品 被罚了半年的俸禄 纵门的蛀虫 是吗 我也听说了 一群蛀虫 该法 推 老董 我来了 我用上了大雁诀 还是慢你一步 不稳 来得正好 好香啊 那可不 虽说咱们修行之人 不太需要吃这凡人无骨 但是让我借了这些美味 比杀了我还难受 不需要又不是不能吃 你着什么急啊 等我撒上这秘制香料 我喂了这香料 在恒云山脉待了七天七夜 才等到他掌成 可别是什么整活黑科技 整啥活 没什么 我是说你为了吃 可比修炼还轻快 那可不 要吃就吃最好的 不过你也是厉害 这么远的路 你愣是不起马 练个什么大雁诀 怪不得你修为提升那么快 没办法 还不是被逼的 这个世界 终究是以实力为尊 虽然我已经进入外门 但是要真正摆脱剑奴身份 还是得提升实力 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了 你到底要去拍卖会干什么 你难道发财了 其实我现在都还糊涂呢 我做宗门任务 打倒了一些材料 准备去万宝阁换点资源 结果 刚把血验骨拿出来 血验骨 你居然有血验骨 听说血验骨 只有一击必杀才能得到 慢上一秒 血验骨便会化为火焰燃烧殆剑 所以每一根都珍贵无比 怪不得 可惜最后一条血验蛇 是那两个蠢祸打死的 没有骨头 害得我只有九根血验骨 九根 对啊 我放在万宝阁同老板那里了 你这几个灵石任务 接得可太划算了 九根血验骨 你可发了呀 轻点轻点 疼 那你就这么把血验骨 给同老板了 那肯定不能啊 我只给了他四根 让他去联系拍卖 我们约定 等拍卖的事办妥了 我再把剩余的交给他 让他拿去拍卖 这样确实稳妥一些 你不是和卖家定的明天吗 你还不赶紧出发 哎呦 对 我还有证事呢 那我先去白水城等你了 按你的速度 明天也该到了 我们拍卖行间吧 驾 这几天不齐吗 大雁爵和内宫精进很快 看这个样子 明天白天就能进城 休息一下吧 心有蒙虎 细绣千威 蒙虎之意 不算是明误了 可这后半句 究竟咱们的什么意味 这 这是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 灰虎流银 灰虎流银 这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花从何处起 武器 这 这是武器 谢谢 万宝阁 总算是到了 这可是条大鱼 知道了 蒋虎流银 让它飞了 你可来了 黎云小弟啊 我还以为你来不了了呢 童老板 久等了 给先生看茶 灵云老弟 这边坐 不用麻烦了 正式要紧 童老板 这就是剩下的血烟银 哇 哇 灵云老弟果然豪爽 不过咱们交情归交情 深意归深意 毕竟亲兄弟明算照 这是咱们的契约 黎云老弟 你看一下 拍卖会所得 万宝阁抽成三场 黎云老弟啊 咱们小店的季派 历来如此 无二价 好吧 把之前那四根还我 我不卖了 灵老弟 这血烟骨留手里 你也用不上不是啊 不留手里 血烟骨获取条件苛刻 这么珍惜的材料 难道我还用筹销路吗 话是这么说 不过行情如此 别家也都是筹三成 这样 灵老弟能首选我万宝阁击派 我让力到两成 全都交个朋友了 半成 半成 这哪有做陪本生意的道理 你听我说啊 这减少抽成已经是破例 白水城万宝阁独一家 佟老板竟能为了这几根骨头 一再退上 看来九根血烟骨的价值 比我想象的要高 哎呀 林老弟果然敏锐 血烟骨是制作玄器 血烟钾的材料 我愿让力 的确是因为这一点 不过实话实说 我最多只能让力一成 为什么 因为制作血烟钾 需要不多不少整十根血烟骨 我已经花大价钱去收购最后这一根血烟骨 算起来我可是先往里搭了一份钱 这一成收的不多吧 不多不多 不过佟老板 你可听说过打广告 打广告 广告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打他 广告广告 广而告之 尽些细数 这次拍卖 几大家族和宗门的人都有参与 何不派人把这次拍卖会 将会有十根血烟骨出场的消息 放出去 给各大家族宗门 让这些宗门互相抬价 我们 坐收余力 好 林老弟不从商 实属可惜呀 只是 这样能拍多少 大概 不会低于五千零食吧 五千 你让我进去 不行 老李 我在这 坐 ugene先生 老林 你出来了 走 老林 去盘盤会 踩踩踩踩 走 是的… 再来了 这赶不上了 走 lab 什么情况 快点儿 这可是几年誉不到一次吵一个 哪可不 快点 说完了什么也看不见了 你们这么着急 是去做什么 这你们都不知道 清云宗的少主 和紫燕宗的少主柳云飞 约战就在今天 我去 这么大的事 快走快走 好俊的轻功 可以啊 你来迟了 无所谓 你本就必输无疑 这次约你来战 只是想看看 我还需几招才能败你 还没交手 你别这么自信 开神掌 我还没交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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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少宗主要输 少宗主 你的紫云爵 修炼到第五重了 十招落败 我说过你不是我的对手 今年的四宗大笔 我的对手只有苏紫瑶 少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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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担心我 这点伤势还没什么 你们去吧 林芸 我很期待你大笔的表现 走 总有一天 我也能这么巧 走吧 该去拍卖场了 这童老板效率还真高啊 广告力度很可以吗 居然还顺便送了我一张贵宾卡 林公子 这是给您准备的雅奸 若无其他事 我就先下去了 去吧去吧 是 等一下 林公子 还有什么吩咐吗 现在还接受祭派吗 排卖会 一般不接受零食祭派 但凡事都有例外嘛 林公子又是我们的银卡贵宾 自然可以通融 我也不知道 这东西值多少钱 你帮我看看 黄金蛮牛首领的牛角 这 这 这 你又是从哪里弄的角啊 我看看 还真是蛮牛首领的牛角 你蛮牛角不可能如此巨大 硬度和锐度 也明显比正常黄金蛮牛的强盛许多 听上去值些些 那你帮我去洗拍吧 下次做任务可得带上我 运气 运气 排卖会开始了 我真是看不懂你了 这件拍品 起拍价 五百零食 开始 竟拍 哎呀 今天会有什么好宝贝呀 是啊 好期待呀 下面这件拍品是临时加进来的 黄金蛮牛首领的牛角 该死 这门是谁送来的 你们两个 马上给我去查 给我查清楚 是 少主 黄金牛角打磨的骨剑可不比选气训则多少 各位 黄金牛角起拍价 两千枚下品零食 两千一 两千五 三千五 三千五一次 三千五两次 三千五三次 陈江 恭喜雅间的这位贵宾 三千五百没下品零食啊 也算对得起那天的九死一生啊 那是什么 什么鬼东西啊 这么重 重兵 战甲 嗨 我当是什么呢 原来就是个破剑侠 看来大家都不识货 这剑侠可是个好东西 乃是一位冒险者 从天水国外的古战场 九死一生才得到的 至少有三百年以上的历史 起拍价 三千枚下品零食 啊 这么破旧 还要三千 谁吃饱了撑着会买这玩意儿 葬花剑需要花香韵的 正需要剑侠收纳花香 少主 已经查到了 黄金牛角 乃是一个叫林云的人既拍的 身上穿着青云踪的服饰 青云踪 他在什么地方 就在隔壁十七号包厢内 虽然就在隔壁 只怕这拍卖行不好动手啊 少主 哼 无妨 横云山脉让你躲过一切 在这白水城 我倒要看看你还怎么跟我斗 三千枚下品零食 真的无人竞价了吗 三千一 你是不是发烧 烧坏脑袋啊 三千一买个破剑侠 三千一 又是一位雅间的贵宾 无人竞价了吗 好 三千一一次 三千一两次 三千一 四千 好 原来是云家少主 我就说谁会这么扩气 云家少主 这家伙被蛮牛犬追杀 居然还活着 谢灵的小子 今天有我在 你一根毛都别想拍照 果然是他 谢天谢地 有人出价比你高 赶紧收手吧 看来云家少主 这次是志才必得 没人竞价的话 五千 我 我看你是和钱有仇啊 这我们的少爷 该死 少主 你 祖里可是委派我们 来竞派薛宴谷啊 万一零食不够 没能完成任务 那可就惨了 是我 云少主 不再考虑竞价了吗 既然如此 五千一次 五千两次 五千三次 成交 恭喜二楼亚间的这位贵宾 成功竞牌 林公子 你的剑侠送到了 这是一千五百枚下品牌食 加上刚才黄金牛角的三千五 正好五千 好的 林公子还有什么事 请尽管吩咐 先行告退了 含气 花香容易一散 这含气 正好可以把花香不湿 真是再好不过了 而且这重量 想必有些门道在里面 哼 什么玩意在你手里 就成宝贝了 我真无语了 看来这剑侠确实和你有些缘分啊 接下来是本次拍卖会的压咒之物 石根血焰谷 起拍架是两万枚下品零食 两万 谁会有这么多啊 是啊 林云那臭小子现在怎么不嚣张了 两万五 三万 四万 六万 刚才竞价的肯定是其余三大家的人 这么高的家 我看谁还能继续跟下去 六万一次 六万两次 六万三次 成交 恭喜云少主 云 小声点 可别让隔壁听见 这要是让云家知道 怕不是要生吞活剥了你 老董 你先赶紧出城 那你呢 你不用管我 我虽然奈何不了云家 但是他们想抓住我 还没那么容易 你有大厌诀 我留下确实会拖累你 那我先回宗门 要是宗门大笔 你还不回来 我就带着少宗主来救你 这么短的时间 他云家能赶来多少人 放心好了 我去佟老板那儿 拿上零食就出城 好 你多保重 恭喜林公子喜得巨款 佟老板 我们俩之间客到什么 我这点钱 最后还不是都得进你的又宝 公子说笑了 不知公子这次想买点什么 有没有比化学丹还好的丹药 那就养心丹吧 价钱了 你拍卖拽那么多零食 九牛一毛而已 好 那就养心丹吧 那是什么 那是我这的镇垫之宝 天元丹 镇垫之宝 什么门的 想要进身到五到十处 先须凝聚出一枚仙天种子 而这天元丹 可以让凝聚的成功率提高三成之多 仙天种子 不错 五到十处又被称作伪仙天 灵气凝聚为仙天种子 打破种子化为气海 才真正步入仙天 天元丹 我要了 别开玩笑了 灵云老弟 你距离仙天上早 何必浪费钱财呢 我没开玩笑 我欠下一个天大的人情 如果不想办法偿还 就为本心 这 好 我痛苦今天 就把宝压在你身上了 灵老弟能一人斩蛇取股 以后注定不凡 这天元丹 四万零食 卖你了 成交 就在我拍卖的零食里扣吧 还有这个 养心丹 另外 我这万宝阁的东西 你随便选 都按底价卖你 全当 我对你的投资了 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 果然还是来了 姓林子 等你很久了 这白水城 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给我杀了他 是 我还有事 不陪你们了 告辞 想跑 没那么容易 想跑 没那么容易 这么热情 你们有这个本事吗 他居然又变强了 出镇了 别学废物 被我装到了吗 怎么 堂堂云家少主 不会是怕了吧 臭小子 给我上 臭小子 聂处 你敢 让你尝尝被血龙马剑子的滋味 这把攻击 这把攻击在这丝无意 不愧是远古龙族的后衣 到底是我的猛虎之意 卖手买冲 乘服强者 果然同仁性 好吗 我的血龙马 多谢云家少主 那薛焰谷可是让我大赚一笔 什么 薛焰谷 是你 真是皮豪马 休息会儿吧 这烧 你也受苦了 不过跟了我 有我一口肉 就有你一口汤 只是 年终烤盒若是输给周云 以他的性子 我肯定会被当场废掉 所以 我绝不能输 我林云的命 我自己决定 有一句 通风 将出阳光列的殿堡圆满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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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我来 他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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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他 我来 纯阳宫巅峰圆满 我成功了 这应该就是高等功法 巅峰圆满后的意象吧 可惜 今生五道气中 还是差了口气 算了 刚刚突破 还得多巩固境界 什么 我修炼了一宿吗 还完蛋 要时到了 这家伙不会是不敢来了吧 这灵人怎么又知道 抽云打算废了这剑奴 他会不会怕死弃权了 这剑奴 真是目中无人 我看 直接宣布吧 不急 再等等 若十分钟后还未到 再按规矩处理吧 这臭小子真是走运 这臭小子真是走运 时间一到 我只是不战而胜 他去捡了条小命 等等 快看那儿 是凌云 他骑着一头妖兽 他居然真的敢来 我的天哪 我中不到风头 也不怕闪着药 以后有太好看了 刚刚好 可以开始了 你这马 不好意思啊 差点把他忘了 好吗 这混蛋 风头不但完全被他抢去了 还完全没把我放在眼里 周师兄 有请了 比赛开始 先发制人 龙虎 下肾 肥虎并测 开始了 境界相差太大了 敌人 顶住啊 走 我已经被流光吸扯 龙虎生卫根本无法实战了 映诚 我看你能撑到何时 得想办法挣脱 还想挣扎 我可没答应 结束了 就成败了吗 可我 还没有偿还他的人情 还没有兑现我的承诺 我不甘信 不甘信 我连约 绝对不能输 阳雷掌 纯阳公 给我动起来 他的拳头变成了红色 这臭小子 竟然将纯阳公裂到巅峰圆满了 纯阳巅峰 发生了什么 我难道被这剑林逼退了 这剑脚的重量 吹锹 小看我 去水城西 赶紧翻雷怒吼 尘尘 走 林云的流风剑法 居然压住了周师兄的雷蛇剑法 这剑弩还真有两把刷子 实在不敢想象 他是怎么练成这剑法的 臭小子 光凭这两下你就想翻身了吗 剑弩就是剑弩 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的绝招 雷蛇 狂暴 雷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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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蛇的攻击 雷蛇 不过 还不够吧 这一剑不但对 奇怪 怎么刺不进去 这是我爹送我的血验甲 无道八重一下休想伤了 小剑奴砍剑 可恶 王莱斯 好坚固 没用的没用的 白飞立即 可恶 没办法了 天地灵气 给我去 他这是 怎么怎么回事 林阵图破 他突破不到七重了 我能给他机会 晚了 成功了 不自量力 剑奴始终是剑奴 我说了 五到八重都难破开血验甲 就算你突破到七重又能怎么样 王宁师兄还担心我会输 笑 自不量力的小剑奴 赶紧瞎了 周师弟看在苏师姐的面子上都饶了你一命吧 你还在台上磨叽什么呢 其他师兄弟还等着比试呢 难道这就是我的极限了吗 林阵 真不知道 苏师姐怎么就对你这么个废物青来有加 苏思耀 多数无益 周远 我们再来 他又破不开周师兄的防御 赶紧放弃吧 耽误时间 明完不化 那你去死吧 小剑奴 雷霆万军 心有芒火 细袖强威 化作何出剑 剑 散化 这剑 武剑 怎么可能 赵玉剑 我怎么会输 你赢了 这怎么可能 我赢了 该死 云儿 云儿 小剑奴 你居然如此心狠手辣 刀剑无眼 我不尽全力 躺下的就是我了 而且 我也没有要伤他性命 我宰了你这剑奴 荒谬 周长老 宗门几百年的规矩 你也敢破坏 还不给我下去 宗主说得在理啊 周长老这不是一大计较吗 老龄 都这样以后谁敢闭示啊 是啊是啊 雲儿 来 我们走 终于 结束了 快救人 老龄 老龄 你怎么样了 霓云 霓云 苏 苏师姐 我只是 在做梦 老龄 赤墨 还真不来 好痛 我的伤怎么 伤口旋遇了 我这是忽迷了几天啊 师兄 你醒了 我睡了几天了 这几天都是你在照顾我吗 大笔已经过去七天了 今天是董师兄叫我来的 之前我也不知道是谁在这看师兄 那师兄 是老董了 我先走了啊 果然只是梦 奇怪 怎么睡了几天 修微镜提升了这么多 商业都痊愈了 难道是 幸好天元丹还在 曾经学校的诺言 是时候兑现了 若云来生 莫做知情 林师兄走 走 师弟们说他在这里 苏师姐 他怎么来了 这不是我们新晋内门的剑弄小师弟吗 这四大比赛 啊 不对 得叫凌云师弟 现在可不能无礼了 麻烦借过 可恶啊 这臭小子竟敢无视我 走 跟上去 是 苏师姐 何事 我 终于做到了 能够堂堂正正地站在他面前 快看 凌云又跟苏师姐表白了 想想 还也呗 就是知爱蛤 你这剑弩 到底要说什么赶紧说 紫药可是很忙的 这两年来 多谢苏师姐的照顾 也许对苏师姐来说不值一提 但我都记得 庚子年 六月十八 凌云与苏师姐出玉玺间隔 那一天 师姐一身紫衣长裙 寻我养剑 我接下委托 日夜用心养护 只盼能亲手将剑 交还师姐 师姐赠予我养身丹五美 庚子年冬月十五 那天下着大雪 我无意间遇见师姐 眼外漫天风雪 师姐却带着一丝笑意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幕 够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没资格奢求什么 这枚天元丹 是我花费了 四万枚下品灵石买到 请师姐收下 往日恩情 就此两亲 两亲 四万枚下品灵石 真是好大的手笔 你以为我需要你报恩吗 林云 我不稀罕 四万枚下品灵石 这么多钱 林云居然这么有钱 有这么多钱吗 林云 苏师姐 爸 想走 没那么容易 血 死剑奴 苏师姐 你就这么不想见我吗 这是 这是师姐的血 我到底忘了什么 记忆还不全吗 你和苏子瑶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老林 听说你去找苏子瑶告白 然后把师姐欺了吐血 先不提这个 我昏迷这几天 多亏兄弟你照顾 你用了什么弹药 我怎么恢复得这么快 你不知道 怎么 你晕倒的时候 谁救的你 你也不记得 你别卖关子了 到底怎么了 是苏师姐第一时间冲上比武台 还在你床边 不眠不休地照顾你整整七天呢 师姐 老林 你去哪儿 老林 苏师姐 苏子瑶师姐真的离开青云宗了 千真万确 我在一时听打扫的时候 听见少宗主说的 那这次四宗大比 青云宗怎么办啊 你说苏师姐走了 师兄 我也不清楚 我只是隐隐约约听见他们在说 难道真的因为我 不会的 师姐不会走的 师姐 苏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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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在哪儿 找了一天 里里外外都没有师姐的踪影 难道师姐真的离开了 难道师姐真的离开了 林封静吧 你是谁 你是谁 这剑招 完全没有杀气 更像是在指定五陵峰剑法的那里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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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师姐 为什么 师姐 前程往事 仅细于这一顶金丝 灵芸 该还的我都还了 忘了我 修炼帝女行经者 动情则伤 入情越深 伤得越重 看来传言并不虚假 洪朗梦要再取笑紫药 当年南帝宫一事 唯有您幸存 四大家族已有人 查到此处的跟脚 能走 就早点走吧 老头子我 早已看淡生死 你不必为我操心 您还是多做打算 这瓶七窍玲珑丹 就当作报答洪老 这几年的照顾了 我走了 后会无期 那凌云呢 凌云 我一斩断情思 我与他再无瓜葛 这女娃 说是斩断情思 却还是留下这一瓶 七窍玲珑丹 那头子要这低级丹药有何用处 还不是想要我转交给凌云 嗯 倒是凌云那小子 连封印她的记忆 都没办法彻底抹去 她对苏紫妖的感情 她真的能放弃吗 这世间能练就 地狱心惊的女子不多 哪一位 都不是凌云能企及的呀 凌云小子 你的路还很长呢 小心亡灵 尸体留下的 到底忘了什么 凌云 想追上苏世杰的脚步 问清楚这一切 你必须变得更强 万事不平 这世一生论语 散灵化 回世冷烟 除玉碎 你去我留 两个秋 这世一生论语 这世一生论语 我明白了 这世一生论语 花子别注信 怎么回事 天中有股力量 这趟单用 绝不如此 难怪这几天 不仅伤势痊愈 绣位也增长不少 那天在演务场救我的 真的是苏世杰 我欠你态度 老林 你没事吧 听说你最近心情不好 我过来看看你 半路遇到了少宗主 说正好有事寻你 少宗主 私下里不用如此正视 这把剑是你成为内门弟子 总不能发送的奖励 你也该换把剑 这是玄技 那我便先告辞了 这段时间不要外出 半月之后 所有内门弟子 都要前往白水城 你也要作为后补参加 告辞 是 后补 毕竟核心选手 只有三名 你修为也只有五到七重 能让你在那么多内门弟子中 成为后补选手 已经很击中你了 邵宗主带你不薄啊 这柄玄器躺姿可不低 玄器啊 玄器也会碎吗 这怎么回事啊 这也太邪门了 上次去挑剑就是这样 连断三把青钢剑 这样下去 我不成碎剑狂魔了 可惜了 等会儿 原来是你嗨的 我被中门派去采购的 好兄弟 好兄弟 我错了 那也不对啊 玄器都扛不住你 之前咋给人洗剑啊 我之前也不这样 就那天被赶出来 然后让雷劈了之后就这样了 只是 你为什么就不断呢 灵师弟 这边走 大家都等着你呢 修炼的入神耽搁了 实在抱歉 没事 这不少宗主派我过来叫你了 我们沉着英旧兽出发 很快就能到白水城了 英旧兽吗 我也只是看过书中记载 还从未见过 那可是新云宗的镇山灵兽 天生地长 与风琴河 速度之快 可瞬息千里 白宗主费了不少心思 才将英旧兽收服 宗主还真是重视 这次死宗大笔啊 要知道 不论陈池还是灵石矿 对于宗门的发展 都是不可或缺的 天水国资源有限 四宗大笔 定的不仅是宗门排位 还有资源配比 这次苏师姐突然离去 清云宗怕是要被针对 师弟 我听说你 我不该提起苏师姐的 没事 快到了 站在少宗主旁边的是谁 那是师岳师兄 在内门能排进前三 他是这次大笔的核心选手 那么说核心选手有胡子锋 少宗主和师岳了 那后部选手呢 就是你 我 还有冯道宇 林师弟 多日不见 修为又见长了 有了少宗主 费心派先是兄来通知我 耽误时间 区区候补选手 敢让我们等了这么久 人到齐了 那咱们准备出发吧 上来吧 辛苦英雄 我们出发吧 前面就是白志成了 要准备降落了 父亲 宗主 大家一路赶来辛苦了 不过还未到休息的时候 自宗大笔马上就要开始了 跟我来吧 白兄 怎么不见贵宗的苏紫瑶 难道传闻是真的 这个不老柳宗主操心了 是我多嘴 来来 你们先请 我们走 无趣 没想到这苏紫瑶真的已经走了 我不管你有趣无趣 三年前清云宗抢走的零石矿 你必须给我全部争回来 这次我要让清云宗万劫复 自宗大笔 清云宗核心力量都赶去参加了 剩下这些废物不成气候 王叔 这几年可苦了我了 我爹怎么没来 组长事务繁忙 怎么有空来这种穷乡僻壤 快些找吧 我王家虽不惧清云宗 可白水城背后的势力 可不是咱们能招惹的 我说 我在这清云宗三年了 藏宝阁都被我翻烂了 从来没见过什么南地遗物 难道 是了 咱们去喜剑阁 南地遗物一定藏在那 清云宗上下没听说 喜剑阁有什么蹊践 喜剑阁那老头一直窝在里面 很少出门啊 芝儿 你有所不知 这个老头来历可不小啊 走 带我去喜剑阁 好吧 不过 我在清云宗还有点丝绸未了 只要能找到南地遗物 一切都好说 这四宗大笔的牌场真不小啊 快看 白城主来了 白城主来了 那就是白城主啊 白城主风华绝蛋 整个天水国都少有女子能比得上 这不是吗 白城主三年前 必有突破五道石窗 一步入先天 请一步之遥 还不止呢 白城主置谋无双 就任陈主一支至今 辖区上下莫感不从 连四大宗门对他都得客客气气的 见过白城主 见过白城主 风姿处月 果然不凡 秋水 见过四位宗主 各位请坐吧 白城主见了 三年一届的四宗大笔 乃是天水国的盛事 各位远道而来 辛苦了 感谢四位宗主 给小女子机会 主持本届大笔 白城主客气了 第一场 为城池争夺赛 由三年前获胜 各持有一座城池的青云宗 和紫妍宗手类 玄阳宗与狂刀门 可选择其中一宗 进行挑战 胜者获得诚实 后部选手只能上场一次 而核心选手不限次数 下面我宣布 四宗大笔 现在开始 紫妍宗 熬登 前来向青云宗讨教 谁去 我来 青云宗谢镖 请 请 好一手阴风刀 先生力加油 阴风刀 刀指叠加 越战越强 如不打断 可立敌五道九重 这两招下去 已有破空之势 等第三招打完 熬登怕是躲不开了 此严举 再来 差一丝 来 迎风俱丽 刀势已成 看你怎么躲 赢了 赌不回事了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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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好样子 恭喜青云宗获胜 其他宗门是否继续挑战 黄刀门向青云宗讨教 你们谁上 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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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让我报了三年前的一件之仇 好 狂刀门不比紫燕宗 这群人为了赢会不择手段 万事一定小心 是 清云宗 翁道宇 请狂刀门赐教 罗星 三年前你小胜了我半招 今天咱们薪酬救援一定了结 我当是谁呢 手下败将而已 你不会以为突破到五到八重 就可以和我争锋了吧 我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 凭我之间的差距 境界可弥补不了 我 金刚怒目 大城的金刚拳 还算不错 可惜你的对手是我 岩刚成案 金刚怒目 什么金刚拳 这点力量完全不够看 你太弱了 狂妄自大 漂亮小丑 恭喜清云宗再胜一轮 恭喜清云宗再胜一轮 前来向清云宗挑战 怎么都挑战我们啊 是 是 怎么回事 风和 你疯了 现在才是城池争夺 我自认宗派底蕴 急不上清云宗和紫颜宗 云石矿迈 我肯定抢不过你们 不如拿一座城池来的划算 算你狠 十月 你下来会一会封少主 走 好 封少主 请 请 十月兄弟 小心了 看我的荡进天下 简直 起 那我也不留后手了 使我一招 雷力风行 去 再来 好强 不对劲 要说正多城池 紫颜宗他们手里也有一座 为什么所有宗门都只挑战清云宗 清云宗 这才刚刚开始 承让 城池 我就确置不攻了 少宗主 等我来 我定能把城池再兜回来 不可 少宗主 我们已经损失了两名替补 一名何心 如果我们继续在城池争夺战场 消耗人兽 不用多久 怕是连竞争零食矿的资格都没了 况且其余三大宗门 像是达成某种共识一般 只针对清云宗 局势对我们还是不利 好 城池归玄阳宗所有 有继续挑战的吗 有什么好打的 他们三家都穿一条裤子了 不得无礼 白乘主 我们清云宗放弃城池争夺 都不打了 那我们也不打了 继续下一场吧 好 那各宗门稍事休息 等田长老将擂台修复加固后 就开始今年的临时矿脉争夺 就是这里 王叔 你认识这个老头 何止认识 我这脸上的伤疤 就是他留下的 只是这么多年没见 真没想到 他已经变成这废物模样 喂 龙老怪 认得出我吗 王家的老狗 刚进门 我就闻到你身上的狗味了 嘴还是一如既往的臭 芷儿 你在这清云宗潜伏三年 多没找到的清云祖师带走的东西 或许在这个老家伙身上 当真 交给我吧 这天下还没有我敲不开的嘴 这老家伙居然自断经脉 龙老 宗门遭人辱情 你小心 你们是谁 我说 你先去找东西 这小子就是凌云的小跟班 凌云不在 我先拿他出出气 这种感觉是怎么回事 接下来 就是重中之重的零食矿脉争夺了 规则还是一样 最后赢得比赛的宗门 获得下三年零食矿脉的开采权 与第一场不同 第二场守类方 可以派最多三名选手 轮番出战守类 那么 各位 比赛开始 白玉帆 来吧 让我看看你这几个月 有没有长进 守住前面 打你还用不上我们守住出手 几招 实力不错 但毕竟没有突破五道九重 看你们不能接中的对手 有两下子 不过这就想击败我 还是不够看呢 有几招 不过这就撑不住了 我玩够了 住手 狐军 狐军飞 给我下去 鹅鹽三叠 这招是 鹅羊 三天 青云破红 青云组上的苏子杨 没人能打过刘云飞啊 是啊 青云破 我云戒指 竟敢伤我 给我死 少叔小心 一个后部选手 还没资格和我打 快走 你打不过他的 火销 山林 有趣 发太 竟然是个剑奴 青云宗已经沦落到 要靠一个剑奴 来撑起场面了吗 剑奴 竟然派出剑奴 难道青云宗真的没落了 这青云宗也太小小人了吧 让我们少宗组合一个剑奴打 车忠反应真是去回来 和剑奴打 我怕脏了我的手 今天是我和白玉凡的恩怨 给我让开 你的对手是我 你的对手是我 火贵神 白兽来朝 少祖主 柳云飞就交给我吧 多加小心 狂妄 你不过是靠偷袭才是犯招 别招 少祖主 小心 龙虎 尼云 还真是卑鄙啊 刘云飞 我看你是觉得打不过我 才要用这种手段取胜吗 你这个小贱奴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你这个小贱奴 死了吗 蒋妻 赵总主 尽箭 看你硬撑到什么时候 怎么会 给我死 箭术 装机 装扑朕 给我败 青云剑农 九山五尔 纯磕魔手 无耻之急 老白 晚辈的事 就让晚辈自己解决吧 柳玉都出手了 还是晚辈的事吗 让开 你们传统好了 看见 再来 宗主 我来助你 不迟 你做什么 我们三宗是怎么约定的 你忘了 为了宗门 我确实答应帮你们消耗青云宗 但现在你们太出阁了 那就是不让了 你接招吧 好 竟然突破了 人是个油腻 不过 活不过今天了 都会 话说早了 话说早了 话说何周期 分光 聚音 这是文剑通灵 文剑通灵 天水国居然能有人领悟文剑通灵 文剑通灵 居然是文剑通灵 滚开 绝不能让他活着 够了 可恶 柳宗主 您很有雅兴啊 亲自下场陪晚辈练招 诸位给我个面子 可否放下干戈 一切听诚 安排 很好 那还有其他宗门 要向青云宗挑战吗 连柳宗主都被打伤了 我们还打个什么劲 黄刀门弃权案 寻阳宗弃权 那柳宗主呢 紫妍宗忍输 那么若是各位无异议 我宣布 本次四宗大比的优胜者 为青云宗 终于回来了 怎么回事 董元 罗董 你怎么样了 这是 凌云 真想看看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是什么表情 你放心 我没有杀死你兄弟 我只是费了他一身武功 把他的双腿双手一寸一寸的捏碎 黎玉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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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王宁 我没救下洪老 你快去看看 老董 你别担心 我现在就去 黎师弟 这 这是 少宗主 帮我照顾董元 洪老 洪老 你怎么样了 你 黎玉宇 黎玉宇 我叫你替洪老成命 黎玉宇 黎玉宇 你总说死后让我将你安葬在这里 我还以为只是个玩笑 可是没想到 小家伙 当你跟着你 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应该是不在了 狗活这么多年 终于可以歇歇了 你不用太难过 我能与你们 青云宗的开派祖师 同处一个时代 这辈子算是值了 当年你们的青云祖师 文明大秦 创派后便云游天下 我有幸与他相识 结为至较 三十年前 我与他义气风发 联手一探 大秦境地 南地墓 却不像南地墓 虽便不积远 却也危机重重 我得到一幅画卷 他带出一柄木箭 但当时 我们也是身不重伤 他生机散尽前 托我将剑交给他的后人 我跋山热水 来到天水国青云宗 将剑交还 可惜青云柱子 机缘未至 始终未参透此剑玄机 只当是一柄残破不堪的木箭 便弃之于藏宝阁内 我那时重伤未愈 便借过暂居喜剑阁 也好安心参悟画中天际 可虚 南地终究是南地 我们根本就不该妄动南地一物 十年参悟 我终于愧得画中一丝奥秘 却不想引动多年杀戮造成的星魔 乱我到星魔 一抹剑光斩尽星魔的同时 也毁去了我的武魂 那时候我便知道自己大陷将至 凌鱼 你天生与剑通灵 我料定你的未来终将不凡 希望你能迷雾画中玄机 了却我最后的心愿 凌鱼 你让我查的事情我查清楚了 你身上确实有封印 封住部分记忆 谁家封印之人实力非凡 怕是先天高手的不知 我知道了 还有一件事 董元他死了 凌鱼 清云宗护保长老 半步先天都被他们轻松击杀 你答应我 千万不要冲动 我不杀 但是王宁 这个臭我鱼鱼一定要保 少宗主 你对我很好 但我留在宗门只会连累你们 我早就猜到你要离开 我不会拦着你的 人格有志 来人 在外历练不必在宗门 要是有什么困难随时回来 清云宗永远是你的家 少宗主 这里火属性的灵气出奇的浓郁 这附近一定有火锡一宝 越来越热了 那是 我的天 居然是先天妖兽魔焰虎 看来那块巨石就是火灵气的源头 难怪这只魔焰虎会把这里当做巢穴 可惜带不走 有了 小红 拧开魔焰虎的任务交给你了 拧开魔焰虎的任务交给你了 小红 拧开魔焰虎的任务交给你了 成了 你小红的锁完全不用担心 冲阳弓是时候突破了 还没运转弓法 灵气就涌入到了体内 这块巨石果然神奇 可不能浪费 清天肘子 我今生到五到十种了 多亏了苏师姐的这枚七桥玲珑丹 帮我扫平了今生五到十种最麻烦的障碍 我一定要找到他 我已经收工 怎么还在吸收灵气 不行 得阻止灵气狂暴 该死 空着不住了 灵气 潜入了 想不到是你救了我 回来了 摆脱了吗 等等 小红山那是 怎么又把他引回来了 迟早要被你坑死 不住了 风险 扯红 该死 是死路 选拼了 坏了 小红 出生 不得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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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 为什么每次出门都会迷路啊 烦死啦 有动静 妖女 这小哥挺帅嘛 可惜伸手差了点 那是古剑侠 怎么在他的身上 这小哥 或许能在青阳界 助我一臂之力 走你 多谢 气看够帅了 刚才让你这样的先机 现在轮到我了 怎么变得这么丑 不管了 还敢这么冲过来 就是现在 赞花剑 我叶废话 谁我 居然是妖丹 他是谁呢 救了我 却不见了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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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手指怎么也动不了了 这是 什么 好奇妙的感觉 任主划刑 好强的灵气不动 只能释放这么一会儿吗 也足够了 哼 真不错 又多了一项防身神迹 这憨货跑哪儿去了 小红 小红呢 马蹄 真不让人生心 好暴躁的野马 公子的鸥犬居然还拿不下他 这血龙马竟然有五到十重的境界 体内肯定诞生了妖丹 而且他口中的水源果 可是用来疗伤的极品灵药 哼 去 鸥犬对付不了 你们几个废物还不可上 是是是我们一起上 老马儿乖乖的 不然可要吃苦头了 上 别 不要啊 太凶惨了 看本公子的 小畜生 给我老师弟儿 还敢犯犯 不过是只畜生 小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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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人 让你受苦了 小虎 没事了 水源果 原来你是为了给我找疗伤灵药 沙馬尔 是你伤了我的马 打伤了我流云的狗 还敢这么嚣张 你是第一个 小子 我们公子欣赏你的马 是你的福气 赶紧给我们家公子赔礼道歉 否则 找死 没看出来你还有点实力 胆还不够 现在磕头道歉可还来得及 像你这样的反叛话都这么多吗 自寻死路 这寒气 忠品玄气 你刚才不是很狂吗 再狂一个给我看看 洪老曾言 忠品玄气云含天地之力 这么看来确实不凡 抗血 抗 啸 抗 wanna 驾 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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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 神 抗 痕 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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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云枪 我的马虽然笨了一点 但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欺负的 作为赔罪 这把枪我就收下了 这小崽子什么来头 可恶 快追啊 丢了韩云枪 我怎么跟爹交代 追 没法追啊少爷 这山林一步 没人能追得上血龙马 那个韩云枪 可是我爹 特意为了今天准备的呀 大哥 时机快到了吧 快了 云儿 韩云枪呢 父 父亲 韩云枪 被我不小心让人抢去了 好 事情是这样的 刚才我在四周警戒 原来如此 你这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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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出息都没有 我为了破开汉拔的护身烈焰 好不容易才寻得这杆韩云枪 汉拔出事在即 你让我们怎么办 大哥 别生气了 没了 没了韩云枪 也不是奈何不了汉拔 我看这汉拔修为不过百年 以我们三人的先天威压 足以制服住他了 也只好如此了 竟然又遇上他们起 原来他们是要用着韩云枪 来克制汉拔 据说汉拔一身精元 都集中在他的半生灵物 汉金莲之上 是增补活手性灵器的上上品 现在韩云枪又在我手上 欲棒相争 没了 汉拔出事 快射箭 是 是 这是 初开灵智 想跑 没那么容易 上寒冰剑 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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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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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用这韩云枪 嗯 这汉拔恐怕早都被降服了 我这渔翁是当定的 是时候呢 哼 能不能成 就看你了 去 稳住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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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账 这汉金莲我就不客气了 臭小子 你这是找死 快把汉金莲和韩明枪交出来 哼 想得美 告辞 不用送了 快杀了他 吹得挺紧的 窃霞 折来 折 小红 来得正好 小畜生 今天我让你连本带立 不给我吐出来 给我留下 先听五指巅峰 不 狗狗拔牙 出剑下和徐龙马 我尽是必死无疑 就到这儿吧 这次多亏你这行货 要是不甩开他们 我可没时间炼化汉金莲了 小红 这次多亏了你 这片给你 去找地方炼化吧 那我就在这儿吧 刘家随时会追上 得抓紧了 刘家随时会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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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抓紧了 添 添阳光也支不住 可可我 我好像 又坐死了一次 老董 红老 苏氏剑 还有 凌云那小的真作异 跑去四宗大笔躲过一劫 既然他不在 那就由你来替他还债 董事生他 心脉被人震断 就连 就连骨头也被人拈对 岂边活过来 怕是 怕是眼飞了 王莹 董事长和红老 还等着我为他们报仇 我不能死 给我 盾 成 成功了 趁着妖灵未散 我要一举突破先天 宁道中 火贴棍 成了 七个武学 还有余力 掀开眼镶 农具武魂吧 开 我的武魂 岂是一柄断剑 先天之境 这便是我的先天威压吧 这力量 完全不是为先天可以做到的 给我围起来 还没放弃啊 来得正好 快放弃 就拿你们试试手 防御不错 那 攻击呢 这不一样 心天之境 还不错 你到底炼化了几片寒金莲 几片 我全炼化了呀 不对 有一片给我的马了 不可能 没人能炼化超过三片寒金莲 是我也不知道啊 你们追得紧 我就一口全吞了 你给我上 杀了这小子 是 是 不如先天第一战 小子 这是你自找的 只怪你拿了 不该拿的东西 这次 你跑不了 武魂 我也有 这起身 武魂 说 记不出来 那搞了半天 就放了这么个 想拼 别废话 杀 想杀我 是剑侠进化后 兼顾不少 偷袭 小狗 还不死 开我了 敢打我爹 打你 你 我一起打 去 玉剑 是哪吒 凌鱼 受死 准 吉镇 欺 懈 忍 忍 忍 三才 斩鬼 进 这是 severely wonderful 得尽快补阵 好坚固 该死 你逃不出去的 我刘家的斩鬼阵无人能破 你请 要你命 枪汉如雷 这就想要我的命 你想的未免也太美了吧 白兽来超 今天我就断了你的枪 破了你的阵 结束了 我看看 储物待在这儿 收获的时候总是让人喜悦 小红突破的真是时候 此地不宜久留 元气消耗过大 要是追兵赶来 我可没有力气逃走了 小红 你走 这次走水路 肯定没问题了 龙桥 汗金莲竟能激发你的阵容血脉 还有龙鱼 你这只小行货 还是看看刘家的家底吧 这么多东西 咱俩这回可发了 不灭金刚印 尚品先天武技 龙虎拳其首饰 出入先天 正宠没有合适的武技 好人啊 这刘家可真是吉时运 龙虎拳分四套印法 不灭金刚 破弓 浮魔 竹天 这第一印便是 不灭 行刚进 不愧是先天武技 威力真不错 可是 我的武魂真的没救了 就这一把断剑 让我怎么去报仇 怎么去见苏子佑 我不甘心 一剑长空 破浪灰 万里横江 到窝去 御斩贼寇 千金手 痛饮五倍 人上邪 痛快 再来 是他 闻剑通灵吗 这销声 才引到我的剑 生销苍凉 剑油热血 激浪千仇 斩死万仇 何苦自哀 一剑化龙 好玄妙的感觉 我的武魂 原来是被锁住了 若是我能拔出 我 服务了 巨水成熙 巨箭成风 这威力 这 刚才那销声 究竟是谁在帮我 这么年轻 居然能掌握一丝建议 也是不易 不过我也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谢谢前辈 船上的可是青云宗凌云 可否上传一续 谁啊 玄阳宗少主 风无恒 请凌云兄弟上传一续 风无恒 居然是他 真的是你 想不到在这儿还能遇到故人 天兄 你怎么在这儿 我一直在天水国 以四大高手自聚 但四宗大笔得见凌凶文剑通领 才发现自己早已被往日荣光能力 我不愿做那井底之蛙 就来大秦帝国寻我表哥来了 看能否加入青阳郡三大宗门 三大宗门 青阳郡一郡之地 幅原辽阔 势力启动 但真正能够做到熊霸一方的 只有三个 明光阁 金燕宗 和军云门 这样啊 能在青阳郡这边疆混乱之地称霸的 实力肯定非同一般 不过我猜你 肯定不是为这三大宗门而来 哦 怎么说 青云中的事情我听说了 你想要报仇 肯定不会止步在青阳郡 正如你所说 只是我也不知道究竟要去哪里 要说地位超然 自然免不了提到四宗四族 林霄建阁 魂渊门 玄天宗 和摩月山庄 这四大宗门算得上大秦帝国顶尖势力 就算放眼整片幽州境内 也有一席之地 不过四大宗门收徒的要求也是极高的 光是门槛 就到了先天四巧 且不能超过十七岁 先天四巧 能进四宗者 都是万中无一的翘楚 不过也不是全无机会 这青阳郡内 有一处小世界的封印 名为青阳界 十年一线 如今十年之期临近 封印即将松动 你可以先去碰碰运气 寻得一两件天才地宝 也能快速提升修为 青阳界嘛 冯兄 那四族是 四族则是 周 王 林 李 四驾 各居一方 猎土封猴一般 敌云身后的令人恐怖 据我所知 林兄的仇人就是王家之人 王家 林兄 这是我表哥 万家少主 万风 久仰久仰 之前就听无痕谈起你 以五到八重之力 击败五到九重的高手 闻名不如见面 短短三个月时间 竟能踏入先天 佩服佩服 哪里哪里 只是运气好罢了 万兄 你怎么出来这么久啊 这是谁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刘子飞 青阳郡的青年才俊 这位是凌云 凌公子 天水国年轻辈 第一高手 天水国 这穷乡僻壤的地方 也能有高手 不过是三流宗门 混出来的渣渣而已 敢和我过招吗 力气不小嘛 难道开的手窍好 果然是个想把握 开招 刘兄 这马是我万家地鞋 林公子好歹 也是我请来的客人 何必如此相比 今日就给万兄一个面子 只是一个天水国 走出来的废物 还敢这么说 这要是放在青阳郡街上 被我撞见了 当场就让他好看 走吧万兄 大家都等着你呢 咱们不是要一武论道吗 好 灵兄也一起来吧 大家切磋交流 对修行也颇有好处 嗯 太精彩了 精彩 仙天武技 这两人的仙天武技 似乎都缺少了一些东西 还没掌握精髓 都没能领悟其中的五道真意 哎 天水国的小子 不下来玩玩吗 吃酒 来都来了 就玩玩吧 嗯 是啊 再做的可都下场了 万兄 在你的地盘 你这朋友这么不给你面子 不太好吧 这 我看就是个胆小鬼 连个屁都不敢放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肉身在墙 实力不够 也只有挨打的份 是吗 那你来试试呗 一会儿你这笑不出来了 火云权 武服 向下 在哪儿 砍 响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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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怎么赌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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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好强 这个新来的居然能跟刘子飞打得有来有回 不简单啊 刚才口气倒是不行 我怎么感觉你的拳头就跟跟我按摩一样 天水国的废物只知道说大话吗 你们注意到没有 这凌云好像不会先前武技 它从始至终使用的都是一套后天拳法 想必是小地方来的 没有拿得出手的武技 如果你就只有这点水平 我可能真的不需要出一半的事 狂妄 到此为止了 金刚劲 这一拳的味道你可满意 闹过头了 你们赶紧把刘公子扶起来吧 刘兄 刘兄 你没事吧 刘兄 等等 万兄 你不会让我陪你修船签吧 我可没签 哪里哪里 我有一事相求 但说无妨 紫岩城附近诞生了一片灵湖 原本以我万家的实力 本该独享寄院 可紫岩城其他三大家族不知从哪儿得来的消息 组成了联盟 势必要分一杯羹 虽然另外三大家族 就算加起来 也敌不过我万家 但真要是撕破脸皮 闹个两败俱伤 谁也捞不着好处 后来呢 后来 大家提出了一个相对折衷的方案 万家和三大族联盟 各自派出三名十八岁以下的后辈 擂台比试 以此决定灵湖归属 我万家要是输了 就得让出这灵湖一半的利益 对方输了 则心甘情愿退出 青阳郡内 除却三大霸主租门的弟子外 年轻一辈先天高手 几乎都被我找齐 大都让人失望 唯有刘子飞看得过去 后面的事 你也知道了 刘子飞他 刘兄已经被灵兄你打得倒心不稳 没个几年恢复不了了 你是想我代替刘子飞 替万家出展 没错 灵兄想要什么 只管提 哦 那我要上品武器 胃口真大 没有吗 那算了 我还赶时间 灵兄 前半 上品武器过于珍贵 我一个人做不了楚 这事我要和我爹商量一下 还想灵兄来万家住上几天 如若不成 灵兄随时可以离开 成了 可以 爹 这次我游历青阳郡 替我们万家 找到了一位绝佳的人选 说来听听 事情就是这样的 我把她先安排在客房 能一招击败刘子飞 寻常先天两翘 根本就不会是她的对手 她身上的那种气势 完全不像一个出入先天的雏鸟 绝对是有所机缘 爹 你觉得怎么样 最主要的是 我猜这可能真的不是她的全部实力 据说她的建议 以文件通灵 如果你说的是真 非妖孽翘楚 那就只有先天三翘的 才真正有把握能胜他 我们青阳郡内 除了三大霸主租门的精英弟子 可没人能在十八岁开三翘 不过一部尚品先天五计的代价 还是有点太大了 此事就算是我 也不可直接做主 我记得族里有一部残缺的尚品先天五计 也仅是稍有残缺 尚品先天五计的价值完全不可估量 除非对我万家有重大贡献 才能赐予 不过你也不用太急 你将它喊来宗词 让其他祖老看看 若你说得属实 一部尚品先天五计 也不是不能给的 毕竟 这一片灵狐对我万家太重要了 灵兄还是大度 我原本以为 灵兄这般青年才俊 总归有些傲气 哪里 我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尚品五计非同小可 你们谨慎一点也是应该的 话说灵狐到底有何谬诈 所谓灵狐 乃是非常少见的洞天福地 湖中孕育着十分精准的 先天灵狐 灵狐 没错 若能吸收足够多的灵狐 不仅能提升我们 先天灵园的品质 更能加快修炼速度 灵狐分为八品 从高到低 分别是一到八品 紫岩城这处的灵狐 乃是最低的八品 八品灵狐 对于先天六孝以上的人来说 好处有限 可对于我们这些 出入先天的舞者 开窍越少 用处越大 就是这儿了 灵狐兄 胡闹 灵狐之争事关重大 怎么能让一个 先天一窍的参战 还真是一窍 搞什么鬼 万峰这孩子 越来越没分寸 家主您也跟着瞎闹的 居然把我们都喊了过来 安静 境界倒也不能代表 全部使力 风儿对你十分推举 想来定有援影 把你的武魂寄出来 也许大家会有改观 不用了 我武魂很普通 只是一抹剑官 品级不高 不过在场任意一人 除族长以外 只要将境界压制到先天三窍 我都有把握接住三场 狂妄 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 这种货色 居然还像骗家族的上品武器 大哥你现在连这种货色都能看得上 真不知道当年父亲 为什么要把家主传给你 阁下似乎对我有意见 怎么 不行 我也不想多解释 手底下见真章 既然你口出狂言 我顾结出手试试你 我也不求你接我三招 能接我一招 就算你过关了 好啊 小友 你确定要这么做 上品先天武器何等珍贵 前辈有所疑虑无可厚非 不让诸位认可晚辈 我也没脸开这个口 向万家主讨要武器 说大话谁人不会 先截住我这一招再说 来得好 无敏 可敬 有点实力 买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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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是英雄出少年 我现在以万家家主的身份 正式邀请你 替我万家出战 大哥 刚才是我太过轻敌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肯定会释出他的真实水平 方思 还嫌不够丢人现眼 我 可恶 万老二年轻时就这般小心眼 岁数这么大了 居然还不知道收敛一二 还好老祖没选他做家主啊 输了就输了 怎能和一个一翘的小辈 如此计较 还好他儿子万妃也不在 他儿子更是个愣头青 好了 大家不要再吵了 要是没有什么意见 大家就散了吧 林云小友和万风留下来 想不到底蕴如此深厚的万家 竟也只有一本残缺的功法 不过还好 缺的那一重是最后一重 这雷烟战体分为五重 一重比一重难炼 光这第一重 就要经历天火断体之苦 断体成功就可以开启炎魔之躯 甚至可以用肉身硬接玄气的攻击 一般人光是这一步就承受不住 不过我的肉身已经被汉金莲的火焰淬炼过了 这雷烟战体 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呀 隐虚火 短筋脉 脆筋骨 烈无脏 天火断体 确实有些门道 快到极限了 雷烟 出 炎魔之躯 可惜第三重的炎魔战体 要吸收容颜之心 现在我还是尽快巩固境界 多一份实力 多一份胜算 凌云呢 怎么没来 谁负责通知凌云 是小琪去的 不知道为何去了那么久 表弟 你赶紧去看一下 比赛是哪一方选手先淘汰完 即为输甲 修员打不够孔元的 下一场我上场还能拖一会儿 孔元和刘牧生都不足为局 只是那个人 他的气息 明白 你什么意思 我替你万家出战 你干嘛不让我走 你一个小小的医窍 能帮得上什么忙 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手段 打赢了我爹 但我不会承认你的 我拿三个月的俸禄和你比 你敢不敢 胆小鬼 看招 无聊 你不打 我偏要你打 看我的 你个疯犬 够了 可恶 还你 再闹我可就不客气了 万非夜你干什么 打赛都开始了 灵狐丢了你 耐耐的起吗 本场获胜者 万家少主 万俸 万俸 也该来了吧 怎么回事 没事 耽误了一会儿 等回去再收拾你 现在什么情况 我们损失李宁选手 不过被我打了回来 咱们还剩你我二人 但他们就剩 那个神秘人了 我看万俸用的是枪 这个给你 中平玄器 这枪你先用着 就当多上个保险 下一场 开始 好 那我先上场了 小子 到你了 万家少主好大的口气 血云门 怎么可能 你们空家 居然敢招惹血云门 简直是在玩火 我自有分寸 你还是多担心一下你的儿子吧 阎天锐 可是先天三窍 风儿 小子 不想死的话 就赶快认输 做梦 还不祭出武魂 那就不用祭出了 补偿银血 可 我还给你 箱都不要了 还要继续吗 够了 这一场我们认输 我宣布 这一场三家联盟胜 请万家最后一位选手入场 黎云小友 你有多少胜算 当尽力而为 万家就剩你了 这是万风落下的东西 切好了 多谢 你也 借我一枪 这小子 好强的力道 切云门 刚才只是热身 看我训云手 给我起 拿出点真本事吗 你热身结束 我可还没热身 我倒是小瞧了你 小子 不是新阳巨人吧 初来乍到 怎么样 有没有兴趣 加入我们血云门 我保证你前途无量 没兴趣 既然如此 那我可留不得你了 那我可留不得你了 嘿嘿嘿嘿 血云斩 剑通灵 强化剑 给我 不好 又出剑 炎魔之躯 如此难练的炎魔之躯 竟被他短短五天给练成了 绕身不错 可你的速度差我太多了 看你能撑多久 这样下去 迟早立即被他击杀 臭小子 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 我要让你死得心服口服 血阵 血阵 召来 寂灭皇神 终品先天武器 好强 再来 再来 再给我多些惊喜 吴灭金刚 太弱了 给我死 另一位小友 认输吧 你只是我们的万元选手 不用拼命 是万家技不如人 这已经不是正常的擂台比武了 他的招式很辣 完全就是想虐杀我 我为鱼肉 怎能任人刀锁 那是 此人生火 剑通灵 救火燎原 住 住手 我们认输 你打 打不住 你说的没用 我要他亲口承认 认输 哦 谁认输 我可没听清 我颜天锐 认输 该死 从今往后 这一片地界都归我万家所有 若无容许 私自越界 杀无赦 颜公子 你没事吧 李小勇 李小勇 你的伤 还好 不打击 李小勇啊 你做得过了 血云门的人 向来 牙资必报 你折入了颜天锐 我万家也保不住你啊 放心 此事过后我便离开 不会连累万家 对不住了 你帮了万家这么多 我们去 这样 你跟着风儿他们入灵湖修炼吧 就当是万家给你的补偿 嗯 哪里 我明白的 万家被言中了 大家准备一下 便可以下灵湖了 是 这灵湖下面 乃是一条岩脉 灼热无比 你们切记 不可潜入太深 否则陵远反噬 极其危险 好了 大家根据划分好的区域进去吧 这灵夜果然神奇 也许 我能趁此机会再开一脚 可惜 就差那么一点 只差半步 我就能再开一脚了 已经到平静了 等等 这股热力 林小勇 你先天根骨稍差 无法提升过多 不过 你可以向下探寻一番 这灵湖之下 火属性活跃 很适合你修炼雷炎战体 但也要亮丽而行 果然 烟脉的热力可以淬炼肉体 激发战体 再往下看看 这是天然灵血 为了稀释那么多的灵狐 都打得不可开交 不过 要是他们知道湖地有凝结的 仙天凌容 岂不是得刮起兴风血雨呢 这下可发了 好熟悉的感觉 我去 又是蛇 不过 先天六下 我上辈子是捅了蛇窝了吗 到了 不妙 必须尽快出去 揍了 线天六球的药兽 果然厉害 好强的灵力 这畜生 是想一击毙杀吗 忍事火 成 成功了 我 不 行天六球 果然不解他 得尽快脱身 有惊无险 看来这妖蛇 没法离开灵狐溶洞 万前辈 讨扰数日 在下就先告辞了 凌云小有志在四方 我也就不留你了 一点小心意 这是 青阳俊荣烟之心分布图 你炎魔之躯到了第二重 肯定想尽快凝聚成炎魔战体 我想这图应该对你有用 多谢万前辈 临走前 我有件东西想送给令公子 这是 等我离开后再打开吧 哈哈哈哈哈哈 好 你这么一说 我倒是有些期待 告辞 我还需为枫儿他们护法 就不送你了 再会 驾 爹 凌凶走了 嗯 这 这是完全凝固的先天凌辱 凤儿 凌云送给你的 竟然是如此宝贵的凌物 这家伙 一声不响就走了 爹 你觉得凌云能走多远 此子 深不可测 凌云 紫岩城 这算开新地图了 嗯 诶 这紫岩城居然也有万光客 哼 那古剑侠居然在他手里 剑侠 那剑侠有古怪吗 不该问的别问 是是是 对了 颜公子 要不要我派人在这守着 找机会把他捉来 就凭你 不要轻举妄动 更不要走漏任何消息 我自会安排血云门分断的人处理 居然和白水城的万宝哥一模一样 林公子啊 童虎 我这是在白水城还是紫岩城 公子真会说笑 这里当然是紫岩城 你生意做的够大呀 童老板 哪里哪里 不知公子这次要买点什么 童老板 你这可有上品仙天剑法 我用这枚敲换 韩云枪 虽是稀罕物 但要换上品仙天剑法还远远不够 给 再看看这个 仙天灵乳石 此物虽然珍贵 不过至少需要这个数 加上这韩云枪才能 没问题 就看你那剑谱值不值 林公子稍等 公子请看 这雷鹰剑法共有五式 分别是狂风 吹花飞雪追月和神霄 看似简单 实际上每一式都有上百种变化 不明其一边说小城 一招都无法练成 好吧 成交 董老板 你这万宝阁可有别愿 我想暂住几日 好说 别说几日 想住多久都行啊 请跟我来 嘿嘿嘿 吸收了这仙天灵乳 终于开了耳窍 没想到连飞虫阵士的声音都能听起 这本雷鹰剑法如此贵重 也许能弥补我剑法的部族 狂风 落花 飞雪 追月 神霄 合共五式 变化齐多 若想感悟其中精髓 唯有 快 雷鹰剑法 狂风势 这点风力 不够 再来 还是不够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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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小如也 总算是做到了 雷鹰剑法第二时 与第一时不同 这一时 知危险中 解除无悔 落花 八天时间 总算学会了两招 该出发了 小红性子太野 只能放养在城外 应该是这个 谁 是你 居然到了先天两窍 看来八品灵狐 让你受益匪浅哪 天天锐 星魂不散 明云 我还以为你不敢出城 得罪我们血云门 这就想走了吗 都是先天三窍的舞者 你还真看得起我 今日你必死无疑 不过 你要是干脆点 把那剑侠双手奉上 我或许 可以考虑 让你死得痛快心 看来他知道剑侠的来历 手下败将 说不起就说嘛 早知道我就让让你 混蛋 都给我上 三窍又如何 一切废物 敌人 这模样 上次是我轻敌 让你见识一下 回门兽化之处 灵元虽强 但试了招法 再试探一下 你以为兽化 只有这点力量吗 血部黄尘 灵元形态变了 居然粘稠到 能限制我的动作 你不是很喜欢躲吗 你不是很喜欢躲吗 再躲一个 血云斩 我的血池 这怎么可能 刚才只是试探一下 看来这兽化之术也没什么了不起 既然如此 该轮到我出招 我就不信 这次你还能打败我 颜天锐 擂台比试已是定局 这一剑 皆是因你处处紧逼 流风剑法最终是 和剑 吸引风销 这种地毯祸剑法 也想败我 这兽化的增幅 比我想象的要大 你还有什么底牌 尽管使出来吧 雷银剑法虽然不熟 但广不了那么多了 可不是 这一剑还有点看重 不过 还差得远 陪我 雷银剑法 做花施 她 她竟然还能站起来 嘿嘿嘿嘿嘿 臭小子 没招了吧 我就好心送你上路 只能拼一把了 武魂 给我动起来 全能移极 我的武魂明明是把断剪 这威力怎么会 别杀我 求你了 关于我这古剑侠 你都知道什么 这剑侠乃是紫渊剑圣的遗物 紫渊剑圣 七阳剑上过一剑中 藏有紫渊剑圣的传承 我们眩云门曾得到一个参见 其中记载的紫渊剑圣得以纵行天下 靠的乃是一天地起物 此物后来又被它融合紫渊圣火 锻造成一剑侠 也就是你这剑侠 是什么天地起物 它到底是怎么练化的 河流有破解之法 这个真不知道 那残剑字迹磨损得很严重 能辨认出的就这么多了 看来要揭开这些谜底 只能去青阳界一探究竟 趁现在 你自己心不敢 你给我等着 今日之仇 我血淫门必报 小红 我可不是圣母 你这种人可留不得 小红 我们走 就 天锐的浑灯 是谁 敢杀我 爹 大事不好了 皇家全族 都被血淫门分舵的人杀光了 这些人正朝着我们万家赶来 可能是因为颜天锐的事 想来报复我们 你快去通知大家 让所有人集合 是 风儿 你拿着戒指 去一趟明光阁分舵 说明情况后 自会有人来救我们万家 好 生死大劫啊 请因为擂台比武 血淫门不至于剿灭孔家 灭族必是血宠 难道说 是凌云小友 家 家主 不好了 他们杀进来了 走 随我去迎战血淫门 给万峰争取时间 万家 还算是有点哭泣 竟能拦我这么久 不过 蝼蚁终究是蝼蚁 给我 住手 严长老 有什么事 不能好好说吗 我儿 因你们而死 还有什么好说的 颜天锐并非我们所杀 万家与那凌云 也仅是交易关系 颜公子的死 我们并不知心 我万家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平息 严长老的怒火 还请严长老 不要伤疾无辜 代价 那就用你们所有万家人的命 来陪我儿陪葬吧 看来是等不到明光阁的支援了 爹 我辜负了你的诸托 万家 看来是难逃这一劫了 男长老好大的威风 是明光阁来了 明光阁 太好了 万家有救了 明夜 我血云门办事 什么时候轮到你明光阁插手了 好啊 今日你大可由着性子 将这万家上下涂光 不过你血云门在青阳郡的附属势里 也别想有好日子过 这青阳郡 可还轮不到你血云门一手遮天 要是因为死仇 被迫和明光阁开战 到时候门主肯定会怪罪先来的 走 家主 你没事吧 不必惊慌 老爷子硬吃阎老狗一掌 气血不顺吧 并无大碍 今日若非明光阁 我万家未必能躲过这一劫 老爷子不必多礼 这一路上我听万峰细说了 我虽可把万家无事 但那杀死颜天锐 名叫凌云的少年 恐怕要遭殃 听说颜腾已经发布了血色追杀令 血色追杀令 那可是血云门最高等级的绝杀令 是凌云怕是 这就是天火风 人还真懂 那蚂蚁老者竟能如此靠近火山口 想必实力最强 看来距离熔岩之心分发还有些时间 先打坐牺牲火灵员 巩固一下雷烟战体 算起来 我来这也快四个月了 但运气不好 只摸到了一块一品熔岩之心 那熔岩之心的品质 那就是熔岩之心啊 熔岩之心共分八品 一品最次 八品最高 这次天火风的躁动期这么久 一定有高品质的熔岩之心显示 又出现了 这个阵斗 熔岩之心要昏发了吗 来了 来了 昏发了 快抢 怎么又是断了 不对 火灵员还在躁动 只不过人内 一定还有熔岩之心 马上就要出来了 是无品熔岩之心 给我出手了 这就是无品熔岩之心吗 这次可没找了 快 大家上 前天两窍也敢跟我们针 交出来 无知心 这 有些意思 这熔岩之心光是拿着 霍灵员的吸收速度都加快不少 这小子还有些本事 不过你辛苦抢来的无品熔岩之心 最终也还是老夫的 都拿来吧 给 这是我的 您老收好 这 动作快点 别默契 是 是 这是收保护费 小子 我 看这些人的反应 应该不是第一次了 在场的吴哲林 这蠻意劳者境界最高 我 还是尽量避免发生冲突吧 我 要的可不是这三品的 五品的呢 前辈占据此地 想必收获良多 何苦与我相争 我没杀人夺宝 就已经算是对你大发慈悲了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交出来 前辈境界高深 却独占无主之宝 甚至以示压人 强夺他人容颜之心 前辈如此蛮横的行径 与强盗有何不同 在下境界低威 但又何惧强权 你小子骨头 确实比其他人硬些 不过 逞能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气息 怎么回事 好强的气息 这个战斗 火灵内如此糟 难道是 居然会去成型呢 异象 居然诞生了天地异象 肯定有众毛即将问世 难道 是七平熔岩之心 出来了 这是 八平熔岩之心 八平 富贵仙中秋 趁现在 混账 给我滚开 别破我的熔岩之心 就是你了 就是你了 陪我下一个 来 下一个闪敌 追魂锁 走开 走开 先解决了他 中气了 亏我了 休想 糟了 我可以从无法建立 给我死 添魔之躯 人呐 我的八平熔岩之心 该死 这小子 必死无疑 幸亏练了雷炎战体 不然这次不死也得脱脏皮 纯阳够 熔岩之心 果然有用 这个阵痛 银将都昏发了 我 该死 早知道不加入经验宗了 什么危险的差事都丢给我干 启动了 杀人香 先发了他们的凶险 开始自相残杀了 赶紧走 放开 恶不 暈骨 住手 师兄 梅师兄 闪开 不好 快阻止他 该死了 千军破 捏处 别跑 该死 陆云国 我梅子画果然浮原深厚 连老天爷都帮我 你也该认命了 不好 不好 混蛋 什么东西啊 臭小子 竟敢抢吃我们金眼中的龙云谷 各位兄弟 冷静点听我说 这 这是一个误会 我会赔偿各位的 龙云国百年才允议一刻 你赔得起 看来几位 是真的不打算善良了 你又能怎样 给我使出全力击沙探 是 是 欺人 但也不会任人欺望 灭金刚印 狗小子 阴风拳 奇怪 一股燥热 净体消了疼痛 难道是因为刚才吃下的龙云谷 破军拳 快说 来 好难说 没想到这龙云谷的灵力 如此强 来 我找个龙云谷才行 先走为妙 可恶 难听好疼了 要拨开了一样 不行了 就在这儿炼花吧 手里只剩这八瓶了 希望他的力量 能够降抚龙云谷 好强的活术性能器 是时候突破研磨战体了 这次能得到两大天地灵物 可不能外分机缘 虚火灼身吗 扛得住 雷杰 怎么会这样 按理说 只有炎魔战体大成圆满时 才会引发雷杰才对 我这才刚亮成炎魔战体 不过 限天三窍总算是突破了 脚窍 必须尽快适应 应对雷杰 好强的角力 才是什么威 我的机器 居然这么强 来了 天地法则 刻刃强悍 坐 四十多麻痺了 躲不掉了 要没劈的滋味 还真是 久违了 你这行货 还值得关心我 小红 你干什么 小红 你要带我去哪儿 杭户 前面没路了 快停下 这是 很大的山洞 这洞中怎么会有酒味 小红 你从哪儿找到的山洞 差点没把我吓死 这 这些事 星天天兽 火眼红 来不及了 火眼后成年后的力量 接近先天武教 却破不开我的防御 错不了 雷杰炼体后 我的烟魔战体 已经突破至颠覆源满 酒香越来越弄 灵地意识还挺强的 小红 我们冲过去 猴儿酒 小红 你带我来是为了这个吗 火眼猴的猴儿酒 去说是以灵国念之而成 我们想的这酒 蕴含如此浓郁的灵气 真过眼 小红 谢谢你 我已经恢复了 是时候去青阳界 一探究竟了 这次青阳界开 青阳界密境入口 确实这儿 那些人 得小心行事 毕竟那可是剑种 是他 这下一轮 人呢 不好意思 结果 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 真不会急 快了 站住 站住 何事 你小子怎么惹到血云门呢 这下个惨 臭小子 你总算陷身了 击杀颜天锐的灵云 血云门众弟子听力 即刻捉拿灵云 格杀勿论 是 还是暴露了 那就不赌了 扑灭 金刚金 又是他 就剩你的 就凭你 明星化刑 血云 少主 你 清清 就已经先天五窍了 我一直挺好奇 到底是什么人 只有先天两窍 就惹得宗门 发出了血色追杀令 承蒙台 我也不像如此 那就让我见识一下吧 不提 倒是有些势力 现在下结论 还早得很 手朵果然硬朵 可惜我的功法就很克力 请你将尽 可恶 只用之力 该死 戏图 我来助你一臂之力 莫君泉 受死 好快 你小子 当日不是很狂吗 你也吃我一招 白兽 来得好 来 抄 这里也好强 西郎中修 这有梅子化过招 给我 对 这不灵远 我的龙云果 小子 拳法不错 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 上品玄器 摩颜急 起赵来 起赵来 还有我的血骨鞭 上品玄器而已 赵花剑 我说两位这是在干嘛呢 还真打算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围殴不成 不丢人吗 林烨 你想出头吗 这事跟你明光阁无关 那倒没有 我就看看你们多不要脸 看好学习学习 等进了青阳界 说不定有大用 上品玄器都用上了 真是打开眼界 是啊 真不地道 两大宗门 居然要合起伙来欺负一个小毛孩 太漂亮了 杀一个两窍 我还用不着羽人联手 既然有你撑腰 就让这小子都活几日吧 薛图 他走了 你呢 明烨 走着瞧 我看你能保他到什么时候 慢走不送 明公子 何故如此帮我 就算我没帮你 以你这完美的研磨战体 自保也是无忧 所以 送你个顺手人情 又有什么 林兄弟 青阳界内危险重重 在下承邀你 一同前往 多谢明公子好意 不过 在下独来独往惯了 实不相瞒 这青阳界内 有一宝器 很多人都盯着你 咱们一起前行 好有个照应 有明光阁的威慑在 血云门和靳雁宗 也不敢贸然对你出手 宝器 剑匠 是林霄剑阁 林霄剑阁的人来了 就是林霄剑阁第一天交 白离轩 这叫我怎么也来了 这阵头 那是 王家一哨 闭眼魔兮 王家一哨 王宁 老董 红了 今天我就 怎么 看到仇人了 不行 王家人多 这里不适合动手 没什么 林兄弟 此次青阳界之心 四宗四族居然来了三家 竞争肯定会异常激烈 等进入青阳界 你我若是能活下来的话 咱们就作笔买卖 什么买卖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林兄可真会吊人胃口 开始了 这就是青阳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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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阳界的 林兄小心行事 应该了 不是 命运镜入口已完全开启 主位 请营销剑阁先行一步 走 该死 让他们抢相了 小红 我们走 这里是 连小红也和我分开吗 青阳界果然神奇 黑火鸭 黑火鸭 黑火鸭以妖兽尸体为师 这么多的黑火鸭 难不成有什么强大的妖兽死了 看看去 雷云凝聚 难道是雷鼠型的妖兽尸体 想要再进一步修炼出雷烟战体 必须以先天蹊跷的雷鼠型妖兽的妖丹为内核 融合现阶段的妖魔战体才能成功 只得一谈究竟 看来吸引而来的不止有我一人 青阳君的天骄 上人期待 紫燕魔龙远 先天八俏的妖兽 怎么会死在这里 好恐怖的气息 他的体内肯定有妖丹 是啊 一起上 好 你傻子 黑火鸭 岂是这么简单就能对付他 他死数量太多了 黑火鸭的灵火 快退 这黑火鸭性情凶残 毫不为死 太棘手了 小兄弟可是凌云 天火风时 有心目睹你抢夺容颜之星的英姿 以你的研磨阵体 应该能在这群黑火鸭之中 撑上很长时间吧 老先生抬举了 黑火鸭凶残 眼下这等局面 小子哪敢去冒险 以阁下的实力 若是愿意带队 老夫肯定跟随 到时候取了药丹 大家都有份 是 是啊 林公子 你带队吧 是啊 老鹰祸想引我出手 既然大家看得起在下 那我便带队 我观察过黑火鸭群 他们的行动 是以那两只体型偏大的黑火鸭为中心的 只要将他们分开 黑火鸭群的攻势将大大下降 因此 我带队冲出去后 会选择一只攻击将其引开 另一只 需要您紧随其后去攻破 没问题 来 机长为事 何必那么麻烦 把你扔出去将黑火鸭引开不就好了 老鹰祸 早就防着你这手 可恶 小子你怎么敢 四季六下 隐藏的可真实了 幸福我们家 十里竟然有点 你给我等着 啊 妖丹出来了 妖丹是我的了 想得美 挑死 是 妖丹出来了 我 是 我的 我的 老鹰祸 你是不是忘了还用我 全剑合一 是 是 可要的 是 可以找远我何防 可死 这个烈刀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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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封键法 往风去 原来他才是真正的深藏不漏啊 心天路求 恐神的对付你 可可 给我滚开 你 你小子 请敢算计我 我这点小心思 哪敢和您比 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吧 你以为 这样你就能得到妖丹 我得不到 你也休想得到 你休想 陪阴尽报 滑笨 滑笨 滑 你用机害我 我若斩了你 那这人性暴虐 与兽性合一 我有我的愿赠 我无心害人 这一件已是留情 告辞 滑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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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子实力太惊人了 越界败敌 居然还留有余力 走吧 青阳界机缘众多 何必和他硬碰硬啊 快走 快点走 哦 走 走 要真动其手 灵渊还真不一定够应付他们 得尽快找个地方练花妖丹了 引妖丹 雷元粗铁 也没吞雷 这雷烟阵体终于练成了 这处炼丹尸荒废已久 有宝贝的话 应该早被搜刮干净了才对 可这 丹炉都炸成了粉末 这竹简竟然完好无缺 这自己 注入灵源试试看 这重量 奇怪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重 不简单 拿走再说 马相 小红 小红 你可算来了 你这夯糊 剑下无辜震动 紫园圣火像是被什么吸引人一样 难道那里就是紫园剑盛的传承之地 小红 我们走 驾 正法禁制 应该就是这儿了 禁制被破坏了 看来已经有人进去了 小红 你在这儿等着 自不量力 这传承玉牌 是我的了 我得不到 谁也别想得到 人未踩死 这个就是他们说的传承玉牌 这里是 难道 那道禁制 其实是一个传送门 血云门 没想到他们也都进来了 不能让他们抢心 灵源波动 那边 血腥吗 是这儿 是他们 梅子化 你跟得够紧呢 我们血云门花了几十年的功夫 才推算出这是紫园建成的传承之地 对这石棺内的宝器 势在必得 石像的话 速速退去 你这话说的 这石棺上又没写着你血徒的名字 难道整个青阳界都是你血云门的不成 你不要强思夺理 剑主是我们最先发现 针法结界也是我们破坏掉的 不然凭你们金燕宗 能走到这核心之地 血徒 你这是瞧不起我们金燕宗了 剑者有份 无论石棺内是什么 我金燕宗都得拿一半 白日做梦 动手 幸好来晚一会 不然又麻烦了 到手了 再次 你被引动了 等着就是你凌云 全界何意 你没裂开了 完成今天的 掉下 完蛋了 完蛋了 这石棺 怎么是空的 宝器呢 当然是空的 不过是个假货而已 居然敢耍我 真实观中的宝器 应该早就到我们人手中了 生动机析 宝器被凌云抢走了 一云 血徒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 怎么样 要不要联手抓住凌云 宝物平分如何 闭嘴 走 我们去找凌云 快 跟着他们 就是这个洞吗 怎么回事 这是魔器 大家连洞口原点 你们血缘门不是很嚣张吗 不过区区魔器 就怕你们下的尿裤子了 如此猛烈的魔器 边云跌入这其中 肯定彼此无疑 你若有胆量 尽管下去闯闯看 我即刻近视凌云 此处魔器已然成形 不如小觑 师兄 我下去一探究竟 嗯 今眼总感下 我血御门岂能落后 默默唧唧的 你是 救 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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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 救 救 我 那 那 这 这里是 啊 那 他 不好 魔器入体 呃 我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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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隔聚魔器 阶气减弱了 不用作意带弊 雷烟阵体却没经过两种属性 正好隔聚魔器 如此浓郁的魔器 幸好有着令牌和雷烟阵体 这地面的图案是 想必这里就是紫园剑圣的传承之地了 剑侠的阵动愈发几率 附近有什么吸引着剑侠吗 殴草 难道是 紫园是我吗 果然是这里 这些石盒 莫非就是紫园剑圣的传承 空的 还是空的 都是空的 到底还是被别人抢先一步 得剑侠已是有缘 我又何必强求 这是 倒霉 怎么还要掉一次 没事 这些尸体 不像是要受 生火的威压怎么突然 老友 终于等待了 晚辈凌云 见过紫园前辈 不知前辈依然健在 无意打扰 还请见谅 我已划到很多年了 你所见的 不过是我的一抹残魂罢了 这光 有种被看透的感觉 小子 你的根骨先天不足 不过到底还是惊喜 大于失望 在你的体内 甚至有一些 老夫都未能看透的秘密 秘密 晚辈愚钝 不知前辈何意 能得我传承之人 不挑根骨 也不中悟性 只观道心 武备剑修一脉 自当剑破苍茫 一往无前 我管你出射武道 却能将雷炎战体 修炼至大成竞 足见你道心坚韧 游胜常人 多谢前辈夸赞 不过前辈的传承 好像已经被人给提前拿走了 万年前 有人强闯青阳界 欲将整座青阳界烈火 失败之后 以意念突破封印 入我这剑中 你盗走了三剑之路 不过他拿走的都是些外国 虽能助他增强实力 成就一番霸意 但我最重要的剑意传承 不得到我的认可 是无法取得的 最重要的传承 难道是这狗剑侠吗 可以说是 也可以说不是 这剑侠 是我有意送到外界的 我相信 有约人得到它之后 一定会来到我的面前 所以 我已经等你很久了 前辈几万年 甚至十几万年都等 为何突然会将剑侠 送到外界 寻求有缘人 只因我时日无多 再等不来顺应心意之人 就得以残魂之躯 凝灭这几具魔尸 魔尸 关于这魔尸 你也不必多问 我先将传承交予你 我先将传承交予你 紫渊剑侠 多谢前辈 这剑侠能助你炼化剑侠 等你完全掌控这剑侠 或许你会知道 那魔尸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存在 也自会明白 接受我这传承 需要担当的责任 这枚乌光令上 由我生前注入的一丝建议 以你目前的修为 建议化身出的战力 应该能媲美玄武净强者 不过只能催动三次 这终究还是外物 待会儿出去的时候 你可以施展雷炎战体 那魔器的侵蚀 有助于你战体的修炼 小子 我们就此别过 紫渊前辈 天地运我长生剑 蛾西残躯荡天魔 快载 快载 恭送前辈 想知道魔师的来历 得尽快修炼剑决 第九重 紫渊剑气可于体内 练花出一座紫渊剑阵 剑气破体 方圆百里 皆可一念杀敌 第十重 剑阵可换紫冰冤阙 斩上古冰凤之位 第十三重 可修炼出紫渊圣火 圣火处燃尽霸荒 至十六重剑决圆满 可尝试炼花剑侠 炼起来吧 以剑侠携带的那一缕紫渊生火 凝聚剑气 养剑入地 预养出我的第一道剑气 感受到了 丹田的灵源气旋 紫渊剑气的锐利 财量的第一重 气阶便能有如此威力 可惜没有陪他动武技 剑阵外得到的传承玉牌 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宗门秘术 弹指神剑 此秘术杀伤力庞大 有弹指灭天之危 极为上神 若无强悍肉身者 切记修炼 第五境界 弹指剑 星辰陨落 说悟性不够 我强行修炼 躲了我紫渊剑生生命 我这雷烟战体 在炼体功法里也算排得上号 只是这个悟性 试试就知道 弹指神剑 剑性外放 好强的破坏力 区区医治 竟比我全力一击还要强悍 是时候离开这里 雷烟战体 没用的东西 我续云门布局多年 居然让一个矛头小子 占了便宜 雷烟战体 风空气功 大师 鲤鱼 鲤鱼 鲤鱼鱼鱼鱼鱼出来了 他居然还活着 这小子命真够硬的 哼 看到我还活着 还真是让你们失望了 我得庆幸你能逃出来 不然咱们亲手报纳夺宝之仇 都给我上 夺回宝器 是 别让他们抢先 是 雷安战区每次建设伴随雷杰 正好找他们替我分担压力 来吧 还没停炼体 完美之境 完美之境的雷安战匹 就凭你们还不够看 狂妄 探指神剑是剑气 剑 剑气 怎么 你们还想试试 少 少主 小子 吃我这招 血手折尖 当日要不是破解封印消耗过大 怎能让你这小子得逞 盗护玄关 是时候吧 几元前辈 怎 怎么可能 简易化形 宝器 是宝器召唤出来的强者分身 这股气息 居然远超学物精 铃鱼 你 只要你肯放过我们 我们愿将身上宝物 信书给你 我们也愿意 欺软怕硬 紫园前辈的剑道果然惊人 我不想徒增杀孽 这次我就放过你们 不要再来招惹我了 可恶 凌云 我们一字话是要杀你 以报此仇 小红这夯货又往哪儿去了 凌兄弟 果然是你 明夜兄 听闻凌兄被两大宗门围攻 我特意赶来相助 没想到你竟能独自脱身 多亏了他 宝剑 你们都退下 是 凌兄弟 可还记得之前我与你说的交易 当然 你现在手握宝器实力大增 不如与我们结成联盟 一同探索死葬之地 死葬之地 对 那地方常年魔物笼罩 被谋划的远古妖兽十分凶险 可据说 里面乃是此处宗门的传道之地 似有仙人投影 讲道传承十分玄妙 灵霄剑阁的白黎轩 摩月山庄的思雪衣 估计也是冲着那儿来的 那王家的人 王宁也会去那儿吗 原来你和他有过节 血海深仇 不诸自了 我凌云愧对本心 王家的人肯定会去死葬之地 不过他们可不好惹 所以作为联盟 你帮我们 待时机成熟 我们或许还能助你一臂之力 成交 少看 咱们这就出发 灵霄剑阁 劝 赤鱼门金燕 对啊 来了 周公格也来了 这些势力在这儿 哪有我们的份啊 就是啊 通天祭坛 这祭坛有什么用 不会就是传道吧 正是 祭坛开启之时 将接引仙光落入联台 通过联台 并可进入祭坛内部 据说其内留有仙人投影 直到武器休息 而且传道结束后 会依据表现 赐予一门远古武器 远古武器 难怪这里聚集了这么多人啊 这 这哪里打了吧 林云 据说这家伙 硬钢血云门和金燕宗两大宗门 可不是吗 传闻他还有一件宝器呢 十二 他就是林云 我说就是他了 待会儿或许不用我们出手了 自会有人替我教训的 啊 来了 开始了 开始了 你看 这不是有什么东西落下来的 这 要开始了 你说 这是要开始了吗 通天影 传万道 这通天祭坛 果然起 哇 先通接引 连台被击活了 这就是千方连台 这有哪些天交 能够接受传道啊 啊 真不错 站住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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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什么人 竟敢抢占两座仙光连台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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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你有意见吗 啊 没 没 前辈随意 不自量力 还敢打我王家主力 他们请个当中 哼 哼 快看 都登上连台了 都登上连台了 哼 哼 哼 好厉害啊 连台都剩一座了 哇 哼 好厉害啊 到底是谁 那个龙润 龙死刀 血毒 白黎轩 还剩一座连台 哼 这谁敢上啊 哼 这谁敢上啊 哼 谁上谁就是众矢之地啊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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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不愿与各位为敌 但机缘在前 请各位赐教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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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灵 金刚硬 哼 哼 哼 这种穿透里居然能突破雷炎阵体的防御 哼 哼 哼 他的雷炎阵体已破 这可是最后一个名额了 有礼吧 大家快上 一起干 哼 他又是神剑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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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气 我不信 哼 哼 无闻不灵 哼 哼 哼 你也该死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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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掌握了剑意 谁若不服 再来便是 他居然变得这么强了 哼 一群垃圾 小剑奴 你这个废体也敢争连台 是不是想找死 哟 师兄啊 真没想到连你这种人 都有资格登台 哼 还是和以前一样压斤嘴吏 早就在青云座我就该宰了你 你若有胆 现在出手也不止 你 无知小辈 你打开了 算你小子走运了 快 不知道这次有什么武器现实 九州仙贤 永振欲外 新火团成 护我玄黄 这些流光 应该就是远古宗门前辈的武道感悟了吧 测试者 不是通天祭坛的气灵 感悟先贤武道 所得可捞阴玉简 以平叛辱之悟性 此为守官 先识 遗嘱相 时间到 这感觉就像考试一样 只是这诗卷也太奇妙了 其他人的遇见吗 这气灵还挺稚的 居然还知道互相印证评理 气灵大人 我的成绩是多少 六星 十分之 才拿了个及格线 我太难了 第二关即刻开始 经探测 测试者所修炼武技 猛虎拳 难度半星 流风剑法 难度一星 雷音剑法 难度两星半 含指神剑 难度五星 龙虎拳 难度四星半 音功法残缺 难度调整至六星 请选择一门武技进行修炼 印证感悟 安置神剑是全本 但龙虎拳想补权 也许只有现在 我选龙虎拳 心智坚定 当助 这圣火居然能助人念头通达 灵台清明 既然如此 靠河开始 武功之力 参篇武全了 雄丛龙 风丛虎 第一招 风云变 流云道发荒 先见山林 第二招 火天侯 七五百五 星象合一 三招 首相剑月 成功了 时间已到 以你直补全了三招 可凭四星 总凭十星 不管怎样 我已经尽力了 无奈通天祭坛 启灵 十星光芒 要天地 今朝赐你 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了 这里边什么情况 出来了 传统结束了 传统结束了 尚品武纪玄碑掌 不错 这张发可以媲美如今的玄机武器了 白离兄 这个光芒 看样子 他竟拿到了仙天超频武器 怎么回事 独成远古先贤一致 自辱传承大风镜 光辱 莫望前人 怕天之至 有朝一日 踏破欲外 是凌云 他居然得到了玄机功法 哇 竟然是他 竟然是玄机功法 竟然冲过了白离轩 这就是 大风镜 你叫凌云 白雄有事 只要你愿意 我可以特招你进入 灵霄剑阁 有条件的吧 将你手中经书奉上便可 抱歉 在下恐怕无福消瘦 有意思 你既然不愿 我也不屑以示压人 我们走 灵霄剑阁 哪里吧 你 你 你还是这般下作 凌云 不想死 就把你这玄机功法给我 许久未见 你这脸皮变化了不少 废话少说 交出来 不知死我 紫云姐妹 好强的剑队 王家弟子听令 击杀凌云 是 伯叔 没事吧伯叔 我受伤不轻 先撤吧 是 时间到了 可惜 恭喜灵修 获得玄机武技 多谢明少主 据说这死葬之地深处 还有一座藏有遗宝的墓宫 灵兄弟 要不要一同前去 沐秀于林 缝笔催旨 这大封禁 比我想象的还要烫手 明白了 那就先告辞了 再会 灵修剑吧 嗯 那武功才是他们的目标 看来这件遗忘不简单 辟伯怀 屁肤怀毙 好不容易躲个三波偷袭 这里又是哪儿 那里 好奴隶的死记 莫非那里就是墓宫 明叶他们现在估计 已经进入墓宫了 倒霉 倒霉 好漂亮啊 小娘子 受伤了 牛马 不过 几位前辈 快帮我挡住后面的人 小女子 愿奉上手中医保 哈哈哈哈 医保和你 我全都要 师兄 她在那儿 你 快帮我挡住他们 小娘子放心 被局长 死我 师兄 这珠子是假的 你继续追 想不到 青阳界妖兽都略有妖丹 剑衣 是她 白灵薛 怎么 还想跑 交手 员 你跑 完了 出手 白兽 来 来 匹夫之勇 剑冠长红 神剑合意 美眼暂停 凌云 我给过你机会 剑红 怎么样 剑 师兄 剑剑 快逃啊 走啊 古怪 怎么会这样 剑怎么被他轻轻一碰就断了 双性 眩晕 好小子 肉身不赖啊 怎么可能 师兄居然被震退了 他应该逃走了吧 我去 你怎么还在这儿 我可是冒死创造机会让你逃走啊 动不了 三十六计 走 哪里走 剑枪 那古剑枪 追 是 姑娘 他们为什么追你啊 抢了些木工医保而已 你还笑得出来啊 这些看了 好是跑不掉了 有救了 小红 快来 好家伙 哪儿来这么多小弟 哪里来的马群 小红 好家伙 初剑 结阵 是 天间 阵山河 凌云 分开追 是 你没事吧 这些伤口 那只挡住了剑 但没挡住剑 不开始 受伤了都不吭一声 跟木头一样 你为什么救我 你帮过我 我不想你死 这么说 你只是为了报答我吗 怎么会 就算没有恩情 我凌云 也不会放手不管 原来你叫凌云 怎么得赶紧走了 被追上就麻烦了 对了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月威威 你要记好啊 怎么了 跑不掉了 林公子 你可真是什么人都敢救啊 我们都有伤 不是他的对手 快走 想走 没那么容易 留下木工以保 我便不为难你 走 好强大的威娅 无丸不灵 武魂 幽灵剑 望他发现 余香不散 这花香 有毒 可恶 白公子 就好好待在这儿吧 走 月姑娘的武技很奇特啊 那当然 我可是 月姑娘 不好 她快追上来了 迎风剑 禁定 顾不聊那么多了 你们无路可逃了 这家伙 迎风剑也敢跳 莫不是找死 好冷 小猴过大 只能勉强护住他 好 好诡异的阴风 只要下去 山头 好险 没想到强行召唤武魂 对他的影响这么大 寒毒入体 必须尽快避充 这是什么地方 好 好像叫阴风剑 阴风剑 我的天 咱俩还真是命的 这禁地连白灵萱也不敢进 灵萱 你有伤在身 为了帮我将寒毒逼出体外 居然破功逆行 必须尽快运功 重去灵源 快在阵中修炼 生生蜜灭 花开不现 破功逆行 伤及根基 想要重修境界 唯有 那次只是偶遇 谁能想到 今日却生死欲高 本命武灰有损 难以修补 你为我破功逆行 我又何惜 功法重去了 这灵阵真生气 多谢姑娘 小意思啦 甭客气 没想到 居然会侮辱这阴风剑 姑娘可了解此处 传闻当年 吞天老祖因独创功法 吞天诀 闻名远古 但此法也为天和 被世人诟病为禁法邪术 吞天老祖遭各大宗门讨伐 顿入此处 引爆阴煞之气 阻挡来敌 据说 这阴风界内 才有吞天老祖传承 那咱们找找传承 也许那里会有 取赠阴风之法 找找看吧 这道石门 怎么建在石壁前 难道 这 这是 我找到了 莫非是吞天诀 天道亏隐而一千 高者一只 下者举之 有余者损之 哎呀 真是个急性子 古儿吞天不济 奉以为道 我这是 死了吗 一梦千年 终于有人触碰船长 得见此门 便与我永远 此你旅 昏室之力 回去吧 我 我回来了 云哥哥 你醒来 我比你年纪大 教一生哥哥也无妨 我刚才好像陷入幻境 那里遍布迷雾 还有一道黑影 那里是无边暗界 你见到的是吞天老祖 他被封禁在那鬼地方 永迟不得而出 凡是由吞天诀演化的秘术 修炼后 最终一关 都得在无边暗界 得到吞天老祖的承认 原来如此 吞天术修炼成功了 云哥哥果然是武道奇才 咱们快去洞口 将阴风都吸走吧 好 这吞天诀 居然会自动吞噬阴风 转化为灵源 正好一举冲开口窍 搭配着功法 紫团阴风 紫月剑决突破到了第四处 阴风也没了 你的修味已经升到了 先天武鞘 开了口窍后 便可以以气为食 呼吸间 便能从天地灵气中 吸取身体所需的能量 月姑娘见多识广 请问是否认得此物 岁月如火 这应该是某件 晕含岁月之力的翼宝 你是在练丹事发现的吧 那就凑不了了 传言此处宗门内 有丹道大能掌控岁月法则 至于这枚竹简 究竟有何作用 云哥哥自己好好琢磨吧 我们真该离开这里了 走吧 月姑娘 手 云哥哥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后悔有期 等一下 我还没好好谢谢你 为我疗伤呢 云哥哥 不会只是想谢谢我吧 你若是明白我的心意 可得准备好聘礼来找我 这丫头 看来白丽萱他们都已经走了 我也得尽快离开了 奇怪 小红呢 小红 你在哪儿 青阳界的封印就快关闭了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这行火 赶一下吧 林兄弟 林少主 林兄弟 你怎么还在这儿 再不走就出不去了 我在找我的血龙马 你的马 被血云门和金燕宗的人 给结局拍卖场 准备拍卖 活本打算帮你夺回来 可白丽萱从中作梗 我提不过他只能放弃 明少主不必自责 我去拍卖场会会他们 林兄弟不要着急 我这就回分舵 调集人寿 我们先出去吧 小红 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 血龙马 龙马的成功很高 金燕宗居然舍得拿出来拍卖 这个是个宝贝 多少钱都换了 大家紧看 这血龙马可是一种 血脉反腐 已影响外貌龙化 在青阳界中 很多奇效高手都奈何不了他 这马伤得这么重 还能养活吗 是 大家放心 他精神得很 属于他能激发血脉之力 老师 该死 给我老师弟 什么人 不可能 你不是跳进了阴风剑 怎么可能活着出来 是他 你说苦了 别得意 刚才是我们大义 你有本事就接下这一招 滚 这家伙居然敢孤身 对上金燕宗 没此话来了 听说这凌云不仅敢招惹 血鱼们也得罪得死死的 你着什么计 我们这么多人 可不是让你去单挑 给你加油助威的 金燕宗听令 放箭 是 血鱼们 放箭 是 雷光阁护法 斜阵 是 光影盾 林兄弟 我来迟了 明光阁弟子听令 今日谁动凌云 就是与本门为敌 格杀勿论 谢谢 林兄弟不必客气 明映 你应该知道 青阳界中发生了什么 这凌云 与我两大宗门之间 一结死仇 谁来也解决不了 废话少说 要打就打 凌云我今天保定了 明映 黎云 有本事就给我滚出来 别像个娘们一样 躲在明映之后 明兄弟 你别太冲动 他是在击你 明少主 你的好意我心里了 你放心 这些人想对付我 还不够看 明少主已真心待我 我又怎能 事不关己躲在人后 朕由明少主受我牵连 你们该付出代价了 狂妄 你真以为自己无敌了 只会仗着宝器成威风 好 我们就满足你 一起上 杀了他 心愁就恨 因命清算 来得好 领域 尽你化身 紫渊前辈 紫渊 难道是 紫渊见尚 前辈 我还以为你会晚一些才用点这最后一次机会 不过这样也好 剑修一脉 何须依靠外物 再留着 反而失了几分心气 一剑 只一剑就杀了所有人 这就是剑胜之危 可惜看样子 这一击也是那宝器的最后一击了 往后 靠你自己了 小红 林兄弟 我看血龙马兽的外伤并不严重 倒是体内有股强横的剑气 想必是 白丽轩 不过林兄弟也不要太担心 我明光阁分舵有御兽师助长 你的马去我们分舵治疗修养一下 应该就会没事的 你也同去吧 也好 该死 来晚了 严长老 这些爹子无意生还 紫苑建设的传承 真被那小子拿到了 确定那小子还在明光阁吗 确定 不过明光阁的玄武精强者也赶来了 凭我们几个想要硬闯明光阁分舵有些困难 无妨 他早晚会出来的 我有的是耐心 谁 李长老 已经死了 能悄无声息地杀死玄境高手 来者不善 前辈是谁 为何无缘无故出手伤人 你别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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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这是 小大头 哼 云哥哥 可还真不让人省心 青阳界一醒 不仅得到了紫苑前辈传承 修为也提升到了先天五窍 是时候继续练习营剑吧 传承承 deswegen 编绕本身 有才足够的 是时候啊 我会想见到想要找他 上当是国人也怕想要够 于是甚熟 不愧可 飞雪誓 吹月誓 成 成功了 就差最后一试 等神肖试炼成之后 我持雷音剑法 便能大成 恭喜林兄弟 雷音剑法又进一步 明少主没有赞 打扰多日 还真有点不好意思 不用客气 当自己家就好 对了 我刚得到消息 血云门两名长老和炎腾 都死在了青阳城 按理说 他们赶来是找你寻仇的 却不知怎么就死了 会帮我 难道是他 对了 血龙马的伤也已经痊愈了 多谢明少主 我想明早是时候离开这儿了 林兄弟 你真打算去灵霄剑阁 你不是和白黎轩有过节吗 原本我还在犹豫 但是 这几日 我想起一句话 什么话 我被剑修一脉 自当剑破苍茫 实剑一往无前 对啊 林兄弟身负紫元剑圣传承 理应拜入灵霄剑阁 没错 我既然选择练剑 又怎能因白黎轩而失了本心 人有刚柔之分 剑可曲之变通 但我这马 是最狂的血龙马 我这剑 是最傲的剑 我这剑 何惧问剑天下 我懂了 若有向剑之心 又何惧刀山火海 何惧烈焰狂风 既如此 那灵霄剑阁 又有何去不得 明兄 懂我 半年之前 也有一人送我 我本以为这条路 再也无人能懂 也无人敢送 没想到半年之后 还会有明兄这样的朋友 人生难得一知己 痛快 好 宋军千里 终须一别 林兄弟 再会 再会 保重 保重 还是没能找到他 多希望我造成的波澜 更加壮阔 就算无法听我你的讯息 也希望你能在 得知我的行踪后 与我见上一面 大秦帝国 灵霄剑阁 我来了 过了这荒漠 就是擒天军了 两个月走过十几个军 终于快到地度了 尽量 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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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救 救命啊 小红 看你干的好事 还有气 这鬼天气放人不管 肯定会出人命的 你发现的人你来妥 雪下大了 得赶紧找个地方避避才行 小红 我们走 幸好发现这件扑鸟 已经有人了吗 不管了 先把这件还顿好 真冷啊 喝口黄儿酒的那身子 什么味道 好香啊 你醒了 给你 接着 好酒 我叫李无忧 你叫什么呀 就凭这酒 以后你就是我李无忧的大哥了 当然 也因为你叫了我一命 不用这么客气 叫我凌云就行 话说你怎么会倒在那里 这个鬼天妾来墨北 肯定是为了败如四打宗门呢 我走到一半 凌云不足昏死过去 还好大哥将我救了起来 对了大哥 以后你进了凌霄剑阁 可要多照顾照顾我呀 你怎么知道我要加入凌霄剑阁 大哥身上这半部剑翼 普通人可能看不出 但是练剑之人一看便知 又来了一批 这些也是要去四打宗门报名的人 好深厚的修为 指光头莫非是 大剑 关门 这位大师看完还没明白情况啊 关门 关门 死兔驴 我忍你很久了 先拿你开刀 对 趍薛 哎哟 大哥 你竟然敢打伤我们大哥 杀了他 不解 破弓印 不知死活 这几个小毛贼还劳烦大名鼎鼎的刘山公子出手吗 心言施主 小娘笔小猪头 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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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刘山公子和凌霄剑阁第一美女都亲自来了 我这老头子看样子是抢不到人了呀 不过还是努力一下吧 过两章 老杂毛看不起我 好 怎么回事 给我起开 好强悍的肉身力量 好 小家伙 有眼光 初次见面 我叫李无忧 将来的大秦第一剑客 早听闻姐姐是林霄剑阁第一美女 今日一见 姐姐的容貌 就算放眼整个大秦帝 也无人能 你这手要是还不放开 我就给你剁了 姐姐说笑的吧 你这家伙 小小年纪 过的心思那么多 姐姐 别夸我 疼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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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小兄弟 可别听他说 这龙虎拳确实强 但修炼难度之大 简直要命啊 更麻烦的是 还得有一定的佛性才行 你要是加入了这玄天宗 没准跟他一样 变成徒头 你这肉身基础 不入混元门 实在太可惜了 大秦宗门 若论肉身强悍 谁能比得上混元门 我也是练体的 我可以加入混元门吗 去去去去 一会儿才轮到你 前辈台 可来之前 我已经想好要加入灵霄间阁了 看来老头子和秃头 就是比不过美女呀 小家伙有前途 你肯定不会后悔现在的选择 两位 心眼就先走一步了 这灵霄间阁派出心眼 一群小鬼哪里会拒绝 又是两个好苗子 被抢走了 灵霄间阁这几年 气月有点忘得过头 对了 刚才我好像听到 有人骂我出头 莫当真 莫当真 这里还有几个少年 我就不和你抢了 老夫先走一步了 跑得倒是挺快 这里有两枚玉牌 可以帮你们免出一些入门考核 在这漠北荒原上 必要时也可以亮出来宝人 漠北的汉匪 见到玉牌 有天大的胆子 也不敢再逗你们 师姐 你不带我们去帝都啊 师姐都叫起来了 你可还没入灵霄间阁 我有师门任务在身 还得在这漠北荒原 待上段时间 不过 我会在帝都接你们的 不是有后门的吗 我还以为有什么好处呢 有一块早牌子啊 认识姐姐我 还不知足吗 那是自然 认识师姐 就是我天大的荣幸了 算你实现 这是 全兽剑雕 那个小剑哥果然厉害 好好保重 我在帝都等你们 小家伙们 你别放姐姐鸽子 就这么走了 哟 大哥 你也看上心眼师姐了 有的时候 我真有点羡慕你 就连未来师姐 都敢这般招惹 少年新鲜 无忧这名字 起得真好 我就当 大哥是在夸我了 现在怎么办 赶路 这就走啊 等等我 总算是到了 林云 你来了 师姐 新鲜姐 怎么 这次没晕倒 师姐说笑了 给你们引荐一下 这是我在墨北荒原上 寻到的另一个小家伙 待会儿你们和我一起进去 不需要出事 这就是我和你说过的林云 李无忧 这位 是林啸天 哼 你就是林云吧 新鲜姐说 你不过先天武俏 就掌握了半部建议 以后入了林啸禁阁 可不能懈怠了 不敢当 丽兄年纪轻轻 就先天蹊跷 才是厉害 先天静而已 只要资源足够 不算什么 都认识了吧 那就跟我来吧 哼 你们都跟上吧 这家伙还真是臭屁 先天蹊跷而已 前面就是林啸禁阁 在子弟的分舵 也是收纳新人定子的考核点 好多人啊 林啸禁阁的吸引力 果然不一般 他们是谁 居然不用排队 是种子命额吧 据说林啸禁阁 在考核开始前 会提前在擎天郡外 结下好苗子 不让其他宗门抢去 有啥特权 特权其实不多 最大的好处 还是提前和宗门大人物结识吧 你们也是知道的 进宗之前就能找到靠山 以后更容易站住脚 你这根谷未免也太差了点 才灵体二凭 下一个 灵体二凭都不行吗 洛峰长老 这是我在漠北荒原上 挑到的一些好苗子 请您过目 不错 好强的半部剑意 据剑意成形 仅一步之遥 洛峰长老 这是凌云 不仅见到物性颇高 他还练就了雷炎战体 心颜的眼光确实可以 这几个人 都可以给种子名额 好哎 这就是心颜师妹找的人嘛 歪瓜裂枣一群 连个玄武镜的翘楚都没有 我就说了 种子名额只给那些士族的人就好 何必浪费在这些个穷酸彩修身上 王眼师兄 小剑奴又见面了 算你命大 居然没死 要被放肆 王眼 失礼了 洛峰长老 刚刚是家帝不懂事 想必是认识这位小兄弟 想要叙叙旧 这里是灵霄剑阁 不是你那王家别院 还轮不到你王家插手 是是 罗峰长老说的对 这确实不是王家别院 是灵霄剑阁 所以家帝才着急失态 毕竟 让外人知道 灵霄剑阁连剑奴都赐予种子名额 到时候 怕是就一销大方了 啊 剑奴都能获得种子名额了 我们难道连剑奴都不如了 这灵霄剑阁未免太欺负人了 刺打宗门 就没听说过有如此荒唐的事 欣言师妹 你这眼光可真是差劲得很呢 住口 剑奴又怎样 灵霄剑阁收徒 可从来不问出声 洛峰长老也是出声寒门 你这话 莫不是想非议洛峰长老吧 就算如此 这小子是个废体 当年在青云宗死皮赖脸的 当了两年剑奴才混进外门 灵芸 王家小儿说的可是实情 你可测过根骨 若是长老不信万辈 这名额不要也罢 啊 这 等一下 请长老让灵芸测试 身怀半不见义 怎么可能是废体 若非废骨不佳 又怎会去做剑奴 也是天真 你再多说一句 我就撕了你的嘴 那好 灵芸你来 灵芸 这是测试根骨的天灵球 若你是繁体 是无法让这球体绽放光芒的 只要球体光芒绽放 根骨便是灵体 绽放的光芒色彩越多 则灵体品级越高 灵芸 没有反应 难道是真的 果然是废体 哥 这小子你可不能留 清阳界中杀了五王室宗族那么多人 岂有留他活口的道理 等他被洛峰长老赶走 出了灵芸剑阁 不是任我们摆弄吗 光芸 恐怕要让你失望 紫园禁绝 不是废体 不过也只是一品罢了 一品 太小看我了 土天爵 天地灵气 七品 还有 剑翼 我人 剑翼又如何 剑翼中有腾空之时 剑翼 剑翼 有何之分 天灵桥 碎了 牛啊 这小子的灵源是有多凝烈 净人能阵随天灵球 王爷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哼 我 只是测试了 只是测试了根骨 武魂还没鉴定呢 我在青阳界听说 这小剑牛的武魂已经废了 根本记不出来 够了 王家小儿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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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准备把种子名额给他 弟子不敢 只是 给他滚下去 老老实实地排队 通不过教官的考核 这灵霄间隔的门 休想踏进来 哥 还不退下 等洛峰长老亲自动手吗 长老息怒 这几位少年的种子名额通过了 三天后再来这里准备试炼 谢长老 好 多谢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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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 小子 别高兴太糟 好戏才刚刚开始 你这小家伙啊 嘴都是越来越甜了 大哥 大哥 你今天怎么这么憔悴啊 没事 修炼了一宿 哦 哪个 老大 你半不见义 还欺品灵体 都这么努力 真是想卷死我们吧 有球划掉 手打 来呀来呀来呀 王家 那位是 长老 白亭长老 谢见过长老 洛峰长老呢 洛长老有要事处理 已经提前回宗门了 今天入门最后考验 由白亭长老负责 秦炼 你对本长老有意见吗 不敢 哼 那就好 我听说你引入门一人 灵体七品 这几天可是威风得很 白长老说笑了 灵体七品罢了 再者 他修为不过献天五窍 可还谈不上威风 还不够威风吗 天灵球都被他震碎了 就是你吧 大哥 说你呢 正是在下 很好 老夫对你很感兴趣 不过 有人说你是武魂无诱 寄出来 让老夫瞧瞧 如果我要成为种子名额 就一定得祭出武魂吗 只要你的武魂能让老夫满意 我就不为难你 那好 这种子名额我就不要也罢 大哥 敢得罪王家 大哥 师姐 这算什么事啊 凌云 金颜师姐 这可不是我们逼她的 是她自己滚下去的 奇人太甚 这什么种子名啊 我也不要了 不要 王爷 我们走着瞧 哼 哼 作风也真是老眼昏花 好了 一切如常 继续进行 宗门最后的考核 不得有任何差池 嗯 灵霄界 开 渡敬 此门连同本宗一处秘境 便是本次考核的试炼之地 这秘境名为 灵霄界 里面遍布凶险 有种种实力可怕的妖兽 所有人都需横穿灵霄界 活着找到秘境出口 便可到达灵霄剑河本宗的山门 另外 这是 羽霈 这是啥呀 羽霈 大家都看到了 各自注入一丝灵源进去 羽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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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辰数量才会增加 当然 除了妖兽 还有其他方式 能够获得星辰灵气 好一个其他方式 若是星辰数量达到九星 等你们走出灵霄界后 还会有额外的奖励 等着你们 若玉佩中的星辰 无法凑齐四颗 最后会被直接淘汰 凌云 好了 规则说完了 现在考核开始 大哥 黄走 小龙 慢着 这是一枚破玄丹 你进去后 先去找个僻静的地方 突破玄境 千万不要心急 我还笼络了一批玄境高手 不幸搞不定这小剑奴 这两只我来 你去喝那只我吧 大哥 这就是你不对了 这种脏伙我来就行 你坐会儿歇歇 这六窍的魔兽才加这么一点灵气 啥时候才能攒够四心啊 小心 什么情况 看清了吗 看清了 两个玄武剑高手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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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马扇被人骑 人扇被人欺 打 小龙 我不是那个意思 屁股 果实是你吗 魔兽 小剑奴 又见面了 这次我看你往哪儿跑 给我上海了 小剑奴 你想不到我可以突破玄境吧 小剑奴 今天就是你的死 大哥 我来对付王宁 你先去收拾其他人 那你陪他玩玩 不过要小心一点 王宁的攻防很适应毒 这王宁 只是个用单药提升到玄境的顽固 就还 小垃圾 小垃圾 搞偷鞋 你 你 你 我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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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愣着干嘛 给我上 这俩人一个也别放过 玄境高手 四 这些都是 上品玄器 王家为杀我 这本钱倒是下得不小了 林云 你也太瞧得起自己了 在青阳郡你还算个人物 到这帝都你连个屁都算不上 杀你 就想踩死一只马 你的对手是我 这一掌是还你的 你想死我就成全你 让你见识下什么叫做玄武技 去死 别用魂追 魂子 出来吧 浊血之木 行使马 精神攻击 这小子 告诉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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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破绽 双向真狱 双向真狱 你 你 你 来的好 主意 来 如狐 洗肾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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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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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 还死不了 这家伙 也只是刚刚打破玄关 玄脉都还未来得及凝聚 要是大哥突破玄境 我可打不过了 人哪 人都死哪儿去了 可恶 那家伙 要跑 不急 他逃不了 你还行吗 我没事 勉勉强强 尚可一战 那就追吧 赶在他们帮手来之前 杀了他 等一下 战利品可不能丢啊 走吧 不愧是你 上来吧 小红 我们追 我们追 先天武鞘 竟能越界斩杀四个玄境武者 这小子有点意思 雷炎战体 半步建议 听洛峰说 这小子还将测试灵体的天灵球撑破 不错 不错 可这种好苗子 为什么不赐予种子名额呢 据说是王家从中做的 又是王家 王家最近手伸得太长了 暗地笼络了不少长老 不能放任王家在灵霄剑阁胡作非为 是该清理一波王家的势力了 何长老 不要激动 王家在灵霄剑阁的势力不容小觑 而且宗门也不能不考虑与王家的关系 闹得太僵 终归不好 大家不要吵了 继续看吧 我看这里无忧也不是泛泛之辈 能修炼大眼星爵 这小子身上的秘密也不少 这家伙属耗子的嘛 流得这么快 别轻敌 小心尾声 不对劲 从雨中被盯上的感觉 气息就是在这附近消失的 他身上有伤 跑不了多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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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我先去前面看看 等等 嗯 干嘛啊大哥 过会儿就找不到汪宁那小子了 嘘 啊 啊 这 啊 啊 怎么这么多黑火鸭 黑火鸭一般只会出现在有死尸的地方 在这里出现 怕是有人在操控 怎么要小心应对 嗯 来了 王公子 我这次出手相救可还算及时 你是聪明人 知道在这灵霄间隔 玄武镜也算不上什么 入宗后 若是没有依靠 寸步难行 偷靠我王家 你绝对不会后悔 那 那 这两人 王公子想如何处置呢 狠狠折磨 但不要杀他们 我要亲自动手 哈哈 明白 替我护法 不愧是王家嫡系 此等珍贵森人 有得如此随意 大选担当饭吃 小心 你 一平大哥 是有人在吹第一哨 雨树 在那儿 帮我争取些时间 大哥放心 你保证 一个鸟毛都碰不到你 想要突破包围 也许只能靠我的武魂了 当时对战明天锐 我曾调用过武魂的力量 若是以此人剑决引刀解封 这不力量 得控制住 好强大的剑意 这剑意难道是凌云 大哥 走 该死 怎么回事 来啦 好快 王公子 可恶 我们先撤 滚开 小心 母亲人 小红 你死 林云 别 别过来 又是一个玄境 肯为王家卖命的狗 还真不是一般的多 你不过区区心听五窍 若非有大意 哪轮到你校长 老实点 老实点 你 王宁 你 可恶 心臭旧怨 已病清算 住手 落风筝 长老 长老 长 长老 救啊 无知之极 是为贱 放肆 长老 林云残害同门 连莫师兄也被 是 长老 这林云丧心病狂 偷袭我等 还伤到了我的武魂 林云 你不去猎杀妖兽 积攒星辰 跑着袭杀同门做什么 长老 我 落风长老 这林云击杀了 两名种子拳手 玉佩全都被他 夺了过去 怕这一开始 打的就是杀人 夺宝的主意 贼喊捉贼 到底是谁 追杀谁啊 要不是我和林大哥 都有些实力 九条命都不够活的 长老 这林云当着 您的面都敢杀我 他们的话 可不能轻信啊 这种背后偷袭的 无耻之徒 可不能轻易放过 恳请长老 诛杀此等恶徒 林云 你还有何可辩解 能有什么好说的 我确实是要杀这狗东西 长老不是都看见了吗 大胆 长老可知 王宁此前曾杀我师友 如此大仇 若是长老自当如何 林云不怪长老 被王宁所蒙骗 是很没能早些手刃的 小剑奴 原来你这么想杀我 可惜啊 本公子的脑袋就摆在这 有种 你当着长老的面 自己来取啊 那我就满足你 无用 而敢 无用 长老 林云 林云 李无忧 肆意击杀选手 还不知悔改 错上加错 警告一次 如若再犯 直接取消失恋资格 林云今日记下了 永远记住你的身份 当年你是最卑贱的剑奴 到了帝都 你连剑奴都不配 这次多谢长老出手相救 这份情王家承下了 此番争斗其中原有你心知肚明 王家虽然势大 但在灵霄剑阁 还没到能一手遮天的地步 你好自为之 是 长老言重了 林云 我一定要你死 大哥 这洛峰长老怎么不分黑白啊 什么声音 去看看 李小天 铁骨魔狼 小声点 铁骨魔狼 普通魔狼都有玄武技 更不要替狼王了 铁骨魔狼一旦锁定猎物 会暗中跟随很长时间 逐渐形成汪违之事 基本无人很好 舅舅 这小子之前那么嚣张 不过 看在心眼事件的份上 也不是不能出手 好 那你我连手击杀狼王 三招之内杀不死这狼王 立刻逃走 绝不纠缠 可恶 狼王先神了 他还真是中了头角 就算咱俩不卑微 不解决头领 最后还是要赠身狼口 这 怎么了 怕了 有一点 不过 要是让心眼师姐知道 他辛辛苦苦挑选的种子选手 全军覆没 肯定会很伤心的吧 那我们上吧 等一下 实际未到 走不脱来 不好 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 我来引 急性子 该死了 来不及了 起床 狼王果然不简单 来得好 看招 双相坚异 还没完呢 无灭金刚印 好家伙 差点阴沟翻船 还是小看了呢我 大哥 多谢两位 出手相叫 无妨 两位小心一点 这段时间 我瞧见有王家的人 在各处走动 似在笼络 灵霄界内的玄境翘楚 两位随即我性命 我 我们也没指望你能帮忙 没什么事就赶紧走吧 看见你就心烦 毕兄 你的难处 我明白 咱们就此别过 抱歉 这次出手 也不算没收获 这视脸的家伙 何必给什么好脸 今生 王家王宁在此 只为淋鱼而来 不相干者 立刻滚出这片区域 否则后果自负 不好 不快走 这些气息 怎么哪里都是 玄境的高手啊 我们被包围了 得相信办法 来了 小心 林小子 还记得我吗 莫兄啊 刚才我那脚 滋味不好受吧 找死 又来 以为同样的招数 对付我林云吗 剑气 好快 就你这修为 给你机会 伤不到我 快走 好嘞 等等 想跑 这边走 那是 好强大的机器 这是 本不建议 听说阁下会龙虎群 不巧 在下也有所设立 皇甫静宣 请多指教 好强 礼术已至 看招 雷烟阵铁 看 灭金刚银 发生了什么 太弱了 是我这招 杀破天 天猴 有趣 连玄关都没破 居然还能伤到我 我有些明白 王宁为何要杀你 哪怕是废物魂 若是你成长起来 他怕是寝食难安 废话少说 不可 狗腿子 可恶 可恶 凌云还有些意思 行啊 不堪一击 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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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撑住 我带你走 听闻你也悟出了半部剑意 带你破了玄关 倒是个值得期待的对手 可惜啊 小红 王宁为了杀我 竟然竟来了如此强劲的高手 若不是雷炎战体 我已经受了重伤 该死 被包围了 等你很久了 谢阵 凌云 我认可你的实力 你 只对我出剑 快剑 无忧 你们没事吧 受死 小剑奴 这次你必死无疑 我没事 但是 小红的伤压止不住了 什么 小红 撑住 小红 你先安心养伤 这里有我们 真是令人感动了 如此绝境 居然敢给妖宠命中疗伤 现在 你可是任人宰割 该死 维持流血 我不能躲 大哥 凌云 我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跪下 臣服我王宁 要么 带着你这些个跟班 一起死 王宁 就凭你也想让我屈服 我凌云宁可站着死 也不会跪着生 说得好 看王宁算什么东西 大哥 算我一个 这黄泉路 我陪你一起闯 死到临头 还敢嘴硬 我如你所愿 动手 赏 小红 你这是什么 玄武镜 这血龙马竟然通过 玄境夭手陆身强有我们太多 小红小心 莫兄快闪开 可恶 趁现在 宁 给我死 王宁 少爷 少爷 少爷没事吧 没用的东西 还不赶紧杀了他 是 点击快突围 走 都给我起来 继续上 大哥 上马 小红刚突破 不可恋战 想走 给我留下 小心 弹指神剑 走 皇父靖宣 是笔账 我早晚会给你算 今日之仇 必报 追 那血龙马兵死突破 绝对跑不了多云 这两个家伙怎么敢 怎么办 怎么不追了 少爷 少爷 王公子 这是 葬剑林 近来这葬剑林 还也算死路一条 王公子 不用担心 再因封剑 他都能捡合一条命 这葬剑林 王公子不必多虑 这葬剑林 连长老 都不敢轻易入内 资府靖的强者 都葬身其中 何况他一个先天 退一万步讲 他就算不死 也不够时间完成试炼 成不了灵霄剑阁的弟子 以王家在秦天郡的势力 想杀他 不是义无反掌 哼 我倒是有些糊涂了 你说得再理 他若成不了灵霄剑阁弟子 我又哪里用得着顾忌 走吧 各位长老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 虽是王宁先挑起争端 但灵芸 我该步步紧闭 所以我才出手阻拦 洛峰长老 我还有一事不明 执剑长老请说 据我所知 此次入门试炼 原本是你主事 为何突然被指派为巡查 你可知现在主持试炼的是哪位长老 是白亭长老 我也是临时得到封命 其中缘由并未细数 所以我也不清楚 看来 王家这次下了很大的本钱啊 就为了一个武俏的小辈 可惜了 这么好的剑刀胚子 被逼入了藏剑林 此言尚早 禁地内的那位前辈的脾气 谁也摸不准 对于他们或许是个机缘呢 当然 前提是 他们能够活着 骆峰长老 在这待上一会儿吧 若是他们无事 一会儿 还要请你替我们走一走 这里就是 藏剑林 没追了 确实没有 但是 是藏剑林能立入禁地 小心未少 咱们来的路已经消失了 出去也是死路一条 确实如此 看来只能往前走了 你的伤 是谁 这攻击 你怎么样 无忧 人哪 小红眼 藏头弱弱弹指神剑 怎么会 不对 这是剑意 难道这就是藏剑林的秘密 或许我可以借此 与此人前辈的剑意不同 这里的剑意充满了锐气 难道每个人的剑意都不一样 剑道 剑道 原来如此 我的道 原来这就是我的剑道 武刀巅峰 无人的初心从未改变 世间 可登天 灵魂的封印 解开了 那双眼睛难道是 身边断剑 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王宁 莫清云 皇甫荆轩 你们别想过去 你 大哥你干嘛 不用 你怎么还在这儿 我一个人 我就在这儿 不用 这家 大哥你没事啊 奇怪 王宁那群人去哪了 刚才还在这儿啊 幻觉罢了 这藏剑林以剑意 将人引入幻境 居然有这么大的威力 实数凶险 这是哪个 缺德或部下的剑意 害人哪 是 有认 小辈 口出狂言 好强吧老爷子 我们被淋云 打扰前辈清修 多有得罪 大哥 你说这老爷子有多强啊 瘦瘦 他就是曾经林的主人 想不到竟有人能闯过剑阵 不错 不错 前辈过奖 不知前辈遵行大名 叫我十三好了 十三爷 你 你 你很好 明雾文件通灵 难怪能得到藏剑林的承认 你 你 也有点意思 对了 这个竹林是我种的 听说 你意见很大 怎么会啊 我刚才是夸你来着 误会 误会 十三爷 少拼嘴 大哥 我动不了了 大哥 十三爷 无忧当时也是因陷入幻境 心急之下 才可无遮拦 可真没有辱墨前辈的意思 哼 若非他能在幻境中坚守本心 你以为他能活到现在 你是被人追杀才进来的吧 把这鱼烤了 你我讲讲 你怎么被人追杀的 那我这朋友 就因你是剑奴 便要你重测根骨 还被逼放弃种子名额 这灵霄剑阁 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你恨吗 恨 不过 我只恨自己不够强大 随我来 你觉得 葬剑林是一处怎样的地方 起初 我以为是某位前辈高人留下的传承 通过考验便可获得机缘 现在看来 只是十三爷的隐居之地罢了 高人传承 你要这么想其实也没错 只是老夫传承 岂是那么容易得到的 这几十年来 能到这竹楼小院这 共有九十六人 除三人以外 都被老夫扔进这寒虎卫鱼 你缺修为 那我就送你一场修为 这凌风剑的阴煞之力还要强大 此地 有些人布置的阵法 可以转化阴煞之力 至于能得到多少 便看你的造化了 为什么是我 以我的天赋和根骨 应该也入不得前辈之眼 因为 这个 剑奴之夜 十三爷 你 现在知道 我为何要帮你了吧 这世上 最不缺的就是天才 老夫剑的也是多了 但凭剑奴之身 走到这一步 我比谁都清楚 你既然心中有恨 那就给我狠狠采回去 否则 要这一身剑意 又有何用 我被誓不如墨了前辈这份恩情 少娇气 你自去练化吧 练化之后 湖底有通往林霄剑阁的法阵 是 前辈 鱼好了大哥 前辈 咋了大哥 前辈不吃鱼了吗 新颜师妹 我都说了 那小剑奴自己不听劝 闯进那藏剑林 我们想救也无能为力啊 你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联合十几个玄境的高手 对付两个还没过玄关的人 怎么说得出口 胡闹 不要再吵了 多说无意 所有人把玉牌拿出来 走进前面的法阵中 四星以下的没有资格进入结界 而九星选手可以进入中间获得特别奖励 你们不要想着耍手段 结界一旦发现你们作假 会立刻将你们弹出 届时谁都救不了你们 不要动歪脑筋 好了 开始吧 我先 跟我来 跟我来 没用的东西 自不量力 还是就被少爷去水 明 受死 不好 放肆 都住手 灵霄剑阁 岂是你行凶之地 快 派人解除结界 白长老 解除结界 可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完成的 放肆 敢问白长老 你可知他们做过什么 皇府静宣 你说 是怎么对付我的 还不说 我说我说 是王公子 王公子与凌云有旧院 吩咐我们 进了十连秘境 就直接对凌云下手 他说凌云是个废物魂 杀他之后 所有责任 都由王家一力承担 还给了莫青云他们 一人师妹大悬单和凌云 让他们围杀凌云 白长老 你可还有话要说 放人 你说放就放 这狗东西 扶杀我的时候 怎么不见你主持公道 现在倒着急了 给老夫闭嘴 此间之事 宗门交给我全权负责 还轮不到你来教我做事 当日白长老 要我祭出武魂来 那今天 我就祭出来 给白长老看出来 武魂子与凌云 王宁 开还阵了 凌儿 这 他们一直被武魂 是竹龙 竹九云 凌云 我要你偿命 大胆 剑奴凌云 目无法技 不仅打伤众多同门 更当众击杀王宁 罪无可恕 本长老现在按照 凌霄剑阁门规 当场处决 住手 直线抗战 谁敢造私 我同 白亭听令 在 王家嫡系王宁 死在九星争霸中 此事重大 白亭长老作为主事人 则无旁贷 选手凌云 击杀同门 本罪无可赦 但念在事出有因 清晰 清晰盛 且出于自保 尚能理解 望白亭长老 浊情处理 白长老 处理吧 这老鬼 白亭 从罚难以扶伤 难以扶重 故 罚入草木风 杂杂三月 必无妖作为从犯 医病打入 可恶 大哥 试试 弟子领罪 终于结束了 想不到竟是 洛峰长老救了咱们 执剑堂嘛 看来王家的势力 还没有厉害的能 为所欲为 萧云令已领到 该去扫墓风报到的 就是他们被罚入藏风 听说那个凌云 还有匹凡族的 血龙马坐骑 可别让本小姐失望了 总算是有惊无险的 进入宗门了 不要放松警惕啊 王眼白亭那帮人 不会轻易放过我们 那就让他们来 兵来将当 水来土掩 咱们要是怕了 就不会来这儿了 缩头乌龟在家就好 何必不远万里 来这儿拼个生死呢 对 剑修当有风吗 不然还来什么剑 管他什么妖魔鬼怪 且看我剑荡不平 横扫千军 横扫千军